第207章识货 陈国公府的宴席 无拨无拦 没处什么差错 完满落幕 送走了宾客后 不止世子陆魏冉松了一口气 连陈国公都松了一口气 陈国公将陆魏冉叫到自己书房 关上房门后 对他询问 龟血的事情可办成了 陆魏冉点头 陈国公深吸了一口气 他是真没想到 当年真敏郡主竟然是假死脱身 而且与南楚王竟然有一个女儿 叶龟血来到京城 住进陈国公府的当日 便找他私下密谈了毕竟 大梁陈国公府与南楚叶相府 剪不断的殷亲 他的亲子子嫁给了叶相 他身为叶龟血的亲舅舅 只要不是通敌卖国 陈国公府与叶家的关系 就永远断不了叶龟血来大梁 若想做成些事情 也绕不开陈国公府的相助 陈国公虽没多大本事 生的儿子多得用框装 但他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会审视多事 但不说苏龙的真正身份 就是他能得这么多釜底关照 也值得他投资一笔 故而 他给一个小女孩大办了生辰宴 又叫了最出息的儿子陈未染 协助叶龟血 将此事交给了他 如今听他说成了 他心情很微妙 问 你可参与了他们的虚化 陈未染摇头 儿子只为 表弟创造了机会而已 不过显然 二人不需要旁人掺和 虚化得很是愉快 分别时 苏七小姐倒没看出多大的不同 但叶表弟心情很好 陈国公点头 龟血比你小两岁 却也能担起大事 未染 你要努力了 陈未染心里犯苦 一时没接这话 陈国公也知道他的难处 他生了一对儿子 嫡子卢子 有好有坏参差不齐 乱成一锅粥 也就导致了府内乱成一团 逗得陆未染筋疲力尽 被人拖后腿 官职自然难升上去 这他心里也明白 他很喜欢陆未染这个世子 又是嫡子 他没有换掉他的打算 将来成国公府的门庭 还是要给他支撑的 毕竟他是真的有才华 有能力 做事妥贴牢靠 他咳嗽一声 诚心诚意道 为父相信 你 那些都是你的兄弟 你是世子 若是他们做得特过分 你也无需心慈手软 咱们成国公府的爵位 早晚还是要交给你的 陆未染等了这么多年 总算等到了成国公这句话 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拱手 有父亲这句话 儿子便放心了 咱们府中 若是继续这样下去 儿子再努力都没用 儿子宁愿自立出府 也不做这个世子了 成国公惊骇了下 连忙训他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以后不许再说了 陆 未染闭了嘴 成国公摸摸鼻子 勉励维持当老子的尊严 总之 龟雪在府中这些日子 就交给你了 务必妥善 若有谁捣乱 犯在你手里 你尽管处置 陆未染点头 燕回音从成国公府出来 坐上马车 莲目落下 脸上的淡笑便收了起来 叶龟雪说他已有婚配 作为深知苏龙身份的第一人 他也由不得不多想 尤其是苏龙的性子 住在东宫期间 他也算了解了个七七八八 若论审视多事 若论权衡利弊 若论不单育儿女情长 他能坐八百 没人能超出他 叶龟雪是通往南楚的云梯 他若递出手 苏龙没有理由不搭住他的手灯上去 马车回到东宫 下了车 燕回音一路回到书房 进了书房后 喊来人 低声吩咐 去给苏龙传话 姑今晚要见他 问是他来东宫 还是姑去寻他 安慰音是 立刻去了 苏龙跟住沈夫人与苏行泽 回到沈府后 进了府门 沈夫人和苏行泽 都看住苏龙 苏龙知道二人十分关心 他与叶龟雪是否见了 可有试探出什么 便笑着道 大哥 我们送沈伯母去他的院子里 喝口茶吧 今儿话说多了 回来这一路 渴得很 苏行则点头 于是 三人回到了沈夫人的院子 下人沏了茶后 被沈夫人打发了下去 关上房门 在无闲杂人时 苏龙从怀里掏出两样东西 放在了桌案上 给二人看 苏行则伸手拿了起来 惊住 这 这是 沈夫人也看清了 也震惊 这是代表身份的令牌合 她不确定地问 南楚军中的虎符 伯母识货 苏龙点头 证实这两样东西 进而叶龟雪 私下见了我 给我的沈夫人经过之后 闻言 松了一口气 这么说 叶相府是忠于南楚王的 这对你来说 可是好事 这是多少南楚兵马的虎符 十万 沈夫人吸了一口气 这可真是不少了 南楚一共才多少兵马 沈夫人虽然不知道 但也不过是几十万 苏龙如今的身份 还没被彻底暴露 也没被南楚认回 但只打了一个照面 叶龟雪便给了他这两样东西 这说明什么 说明南楚王与叶家 都认准他了 苏行则想的不是南楚王和叶相认准苏龙 而是叶家和叶龟雪 没见过苏龙 便带了王命和十万兵马的虎符来 叶家凭什么让南楚王信任其中心 从而支持苏龙 这才是他最想知道的 他看住苏龙 盯着他问 叶家和叶龟雪 有什么条件 苏龙笑起来 不愧是 他大哥 他收起令牌 拿着虎符颠了颠 轻飘飘地说 叶龟雪上主 愿为王女夫 这十万兵马的虎符 是他给我的聘礼 苏行则末地睁大了眼睛 沈夫人也是一愣 问 这话怎么说 苏龙将南楚王早就知道了他的存在 并且一直迎人五年 叶龟雪本来应该几个月前来 为何来晚了 以及他的原话 重述了一遍 苏行则听完 一下子沉默了 沈夫人也有些沉默 苏龙把玩着虎符 笑 沈伯母 宁静儿也见到叶龟雪了吧 您觉得不看叶家出身的话 单看他这个人 如何 沈夫人立即道 那 自然是极好的 十分出众 言谈有理 举止有度 名不虚传 那就是了 有了这婚约 我也不亏吧 苏龙问 沈太太点点头 这 若是这样说 自然是不亏的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叶龟雪的出众出彩 只要不是瞎子 便知道 这是一个成龙快运 男楚王的眼光 倒是极好 早在叶龟雪13岁 就为苏龙定下了他 他能有今日的出众 除去他自身外 想必也少不了 男楚王和叶相的 合力培养 苏龙又问苏行泽 大哥 你说呢 苏行泽能说什么 他也媚不下良心 说叶龟雪不好 今日他也见了叶龟雪 无论是容貌 还是气质 若配苏龙 自然是极配的 若是他父亲母亲 谢先生也见到的话 定然就会清楚 这叶二公子 是不属于周小公子的人 而叶龟雪 比周固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苏龙要去南楚夺权 以后即位为王 叶龟雪辅助他 做他王夫 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这是周固没有的优势 单论人来说 叶龟雪早已被打磨了出来 周固还需磨练毕竟 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叶龟雪 付出了五年 早已能独当一面 收服十万兵马 便是他的能力 而周固 虽也是老护国公 与太子燕回生 刻意培养的 但要走的路不同 自然方式也不同 所以 至今他看起来 还像是一块蒲玉 还不需要他锋芒毕露 一见开山 因太子燕回生 也还不到时候 所以 作为将来给燕回生 辅政之臣的周固 也不急 苏行则叹了口气 所以 字也是极好的 苏荣笑 他就知道 苏行则看住 他手上的虎符 所以 你收了他的聘礼 自然也就应允了 这门轻事 摁苏荣点头 将虎符揣了起来 这可是 十万兵马做聘礼 大哥 换你不收 苏行则噎住 苏荣乐 换你你也收 沈夫人也笑了 对苏行则劝导 这总归是好事 否则我还担心 小齐去难处 单打独斗 无人帮衬 寻狼还伺 狼窝虎穴 他岂不是危险得很 有了夜相府 便容易得多了 苏行则心里也明白 汗手 站起身 伯母宁累了 一日了歇着吧 我与妹妹回去了 苏荣也站起身晚 尚伯父回来 我们再过来 陪您二人 一起用晚膳 沈夫人笑着点头 应了声好 第二百零八张夜行 回去的路上 苏行则没训苏荣 答应得太前翠 而是和他一样 问了夜归雪身边 可否前进 其实他也明白 男楚王既在夜归雪 十三岁选中他 到如今五年后 才让他来 自然是通过了 男楚王的考验 想必是极其前进的 苏荣点头 无心仪的表姐表妹 也无青梅竹马 纠缠在一起的小妹妹 一直洁身自好 苏行则汉手 那就行 夜归雪既然无可挑剔 十万兵马虎服做聘礼 如此大手笔 无论是门第 还是出身 义或者品行 都不委屈苏荣 他也无话可说 他看了一眼苏荣头顶 你拿了发簪 给他做信物 他是记得 今儿出门前 他是簪了两只发簪 其中一只是梅花簪 不是清平公主 和端华郡主送的 而是昨儿他让暗卫去铺子里 拿那一对金丝手镯石 一并取回来的 是他自己特意吩咐得的 如今不见了 苏荣点头 手里没衬手的信物 便将发簪送他了 苏行则点破他 你早就对夜归雪这个人 有想法了吧 在你退了周顾的婚 听说他来京时 便由此打算了 苏荣眨眨眼睛 否则 若无心理准备 你今日不会答应他 这般痛快 正因为你想搭叶家的桥梁 才在叶家 伸出橄榄之石 你顺势接了苏行则觉得 若论了解苏荣 他这个从小长大的兄长 对其不说有十分 也是有九分的 别看他形势看起来 往往是随心所欲 但其实每一件事情 都或多或少 早有打算或者目的 他手里不是没有 更好的东西 送夜归雪 而是没打算今日送 但又不住痕迹地 特意打了一只梅花簪 当作随手给了 既让夜归雪 觉得他提前并没有料到 并无准备 却又是自己的东西 没假他人之物 他这个妹妹 不得不承认 若论心思蹊跷玲珑 他才是不急的那个 苏荣被苏行则点破 也不觉得脸红 笨 大哥说得对 他感慨 我那亲爹 我还没见到他 便与他的想法和形式 不谋而合了 血缘这东西 可真是神奇 见苏行则看他 他也不隐瞒 去护国公府退婚那日 正赶上夜归雪进京 我远远地看到了他 觉得其人应该非同寻常 便让凤林去查 查出竟然是 夜相府的二公子那时 我就有些打算了 只不过 倒没想到 与我那亲爹 和夜相府的打算 不谋而合 这是他没料到的 他本来还想着 怎么探夜归雪 和夜相府的底细 看看能不能为他所用 可见南楚王 这五年来 真是没白迎人总之 他亲爹没那么废物 对他来说 是好事 苏行则彻底 无话可说了 苏荣回到自己住的院子 很快 便有东宫暗卫 摸进神府 传了太子口信 对于东宫暗卫 苏荣自然是早已交代 手下暗卫 不必防范的 所以 对于摸进神府 到他面前 自然十分顺畅 苏荣就知道 燕回音会找他 其实他也没料到 在今儿宴席上 大皇子燕里会问 夜归雪 可有婚配 而夜归雪 自然不会说没有 那么 但凡知道他底细的聪明人 只要一想 便会想到他身上 太子燕回声 便是聪明人之一 而且 他还听闻了 周顾当时正听到那番话 掉头就走了 都说周顾是因为讨厌大皇子 他也就只当他讨厌大皇子了 他对东宫的暗卫回话 入夜后 我会去东宫一趟 就不劳烦殿下来找了暗卫英士 离开了神府 傍晚 沈显回府 听闻了沈夫人 说起苏龙与夜归雪的事 也惊了一下 不过他也觉得苏龙做得对 王位夺权 稍有不慎 便会粉身碎骨 尤其是南楚各大势力乱中有序 他没生在南楚 长在南楚 若孤身前去 犹如入群狼环似中 所以 有夜相府铺路搭桥 这等极为有利之事 不答应 才是说不过去 所以 当苏龙与苏行 则陪着神险夫妇用晚膳时 神险对苏龙的决定 给予了肯定 又道 带你去南楚 尚有南楚王 朝中有夜家 你再将谢远带去帮你 他无官无职 如今一介白衣 想走就走 十分自由 有他帮你 你会更顺利些 苏龙倒没想到带上 谢远 闻言顿了一下 万里之遥 一路危险 谢伯伯他 神险打断他 要我说 他看着你长大 定是愿意陪你一起 免得不放心 他无儿无女的 小杨你一回 你不是要为他养老吗 那正好了 跟住你 既能帮你 你也能为他养老了 苏龙笑开 这 倒也是 短时间内 我还不去南楚 先让他们逗去 带我去试 问问谢伯伯苏 兴泽文言 又看向苏龙 苏龙立刻一个眼神 看过去 钱粹果断拒绝 大哥就好好 在大梁围观 你不用去 苏行则无奈 为何 你和父母都在大梁 我将来也有理由 回来省亲啊 苏龙理直气壮 苏行则是气笑 不再搭理他 别以为他不知道 他是不想受他管制 照他看来 先生这些年 就是太纵容他了 全家也就他能 挟制住他一些 用过晚上后 几个人闲坐聊了一会儿天 苏龙才慢慢散步 与苏行则回去 天彻底黑下来后 苏龙为自己换了一身夜行衣 如暗卫一般打扮 悄悄溜出了神府高墙 前往东宫 英清平公主刺杀案 还未结案 悬而未果 京中虽然已放开戒严 但天黑后 街上也没几个人随意走动 苏龙一路顺畅地来到东宫 这回没走后门 而是翻了东宫的高墙 直接跳了进去 他故意隐蔽身形 想看看能否摸去 太子燕回身的书房 一路上 东宫的护卫 的确是没发现他 让他摸到了太子的书房外 但也仅仅是指不到了书房外 而被守在书房外的 太子暗卫给发现了 这人迪鹤 什么人 此言一出 寂静的书房外 一瞬间暴露出无数身影 从各个方向落下 围住了苏龙 苏龙扯掉脸上的面睛 我 看来东宫的防卫是真的严 他仗着几分本事 能靠近书房 再多也不行了 进不了燕回身的身 可见待在自己的东宫内 太子殿下的安全问题 是十分有保障的 东宫的暗卫 此时也认出了他 都震惊地看住他 然后悉数退下 默默无声 燕回音打开书房的门 便看到了苏龙立在门口 他看了他一眼 无奈地笑 进来吧 苏龙走了进去 今日燕回音的书房内 无请女官侍奉 也无婢女 只一个近身小太监 显然早早就打发了 专卫等他来 苏龙走进去 找了把椅子坐下 见验回声打量他穿住 他一笑 如今今时不同往日 我毕竟也很是受人关注 所以便这般来 不容易让人发现 燕回音汗手 是不容易让人发现 你都独自一人摸到过的书房外了 本事还挺大 苏龙成了这句夸奖 自然地捏了碟子里的糕点吃 然后 吴了一声 这芙蓉膏是新出炉的 好像跟公主府的芙蓉膏 做法不相上下 燕回音摁了一声 免得东宫 无芙蓉膏 你被吸引去了公主府吃 苏蓉 这话说的 好像他只是单纯为了吃而去试的 燕回音任他吃了一会儿 见他吃了大半碟后 便不吃了 用帕子擦手 才说正事 姑问你 夜归雪有昏沛之事 是 我 燕回音面上的笑容收起 看住他 苏龙擦完手 将帕子塞进袖子里 察觉燕回声沉默 对他眨眨眼睛 怎么了 是不行吗 燕回声心中无奈 不是不行 而是他没想到 他 刚退了周顾的婚 会这么快 就定下夜归雪 第二百零九章会投胎 燕回音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无奈地柔眉心 他对苏龙的心思 一直没表露 本以为 无需这急 毕竟 他住在东宫时 还没退了与周顾的亲事 他不能在他与周顾有婚约时 做什么不合时宜之事 不是君子所为 也罔顾周顾他之城 但待他退了与周顾的婚约后 他一直到至今没见到他人 而且将来他还要去南楚夺权 而他是大梁太子 未来如何 还不好说 所以 不管他有什么心思 都只能按捺下 但任凭他城府之身 也没料到 只短短几日 他就给自己定下了夜归雪 尤其是 他们今儿只见了一个照面而已 他将眉心揉红了一片 也没说出一句话 苏龙好奇了 在他眼前挥挥手 太子殿下 燕回声自觉失态 放下手 神色如常地对他问 怎么这么突然 你们与姑提前说 姑觉得十分意外 苏他溶动了 跟合作伙伴有商有良 才是合作的态度 他立即震涩到 今儿的确事发突然 我便顺势而为了 我如今便悉数告知殿下 殿下就明白为何了 他话落 将与夜归雪的对话 悉数告知了燕回声 燕回应听闻夜归雪 拿十万南楚兵马虎服做聘礼 也被惊了一下 兵权有多重要 谁也没有他这个储君清楚 他应有周固做伴读 等同于有护国公府做后盾 所以 就算大皇子的岳家南平侯府 和二皇子的岳家平西江君府 都有兵马 他依旧不慌 这是根本原因 苏龙前往南楚夺权 夜相府绕不过 若再有十万兵马 那等于多了一份极大的保障 此时 连燕回声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无论是周固 还是他 夜相府和夜归雪能给的 他们都给不了 大梁远在南楚万里 即便能伸进手去 也是螳螂当车 而夜相府不一样 在南楚极有根基 燕回应又开始柔眉心 不提自己 只说起周固 你可知 今儿姑去成国公府时 正赶上周固离开 脸色十分不好 据说是正巧听到了 燕里与夜归雪的话 苏龙点头 神色如常 听说了 周固那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个不容忽视的人 所以 他丢下一句讨厌的人 就走之势 在今儿成国公府的宴席上 还是掀起了不小的风浪 据说大皇子气的脸都轻了 燕回应看住他 周固怕也是知道了 他自小就聪慧 若是想探寻一件事情 总能知道 若他已知了你的身世 应该不难猜出 夜归雪所说的婚配 指的是谁 毕竟早不定下 晚不定下 偏偏是今日知道 就知道了 苏龙也没法子 反正我们退婚了 燕回生也明白 他不过就是寻个话 说说而已 他有叹了口气 既然是已至此 你打算何时去南楚 不急 先让南楚的人斗去 我留在京城 帮您 把僵住的局面破了 苏龙早就打算好了 毕竟 我要保证大梁 坐上那个位置的人 是您 而您也要助我将来 坐稳南楚的位子 我们将来才能 联手对付大魏 燕回生顿时笑了 称 他身为储君 自然不能单于儿女情长 苏龙能做到 他更要能做到 说完了夜归雪 苏龙问 大理四天牢里关着的人 怎么还没审问出结果吗 提起这个 燕回生道 老宝在今日天黑前 也死了 是中毒而亡 武作艳师发现 毒藏在他的发际里 苏龙竖起眉头 将人关 进去时 大理四的人 没搜身检查吗 查了 当时确定没有燕回生道 毒肯定是后来 有人送进去的 苏龙眯起眼睛 什么人 已在查了燕回音摇头 大理四有孤的人 但也有别人的人 到底是谁出的手 如今还没定论 苏龙敲着桌面 放冷剑的杀手 自尽死了 那老宝却没自尽 可见是不想死 有人接触了那老宝后 送了毒 老宝也死了 查老宝生平了吗 在查燕回生道 姑怀疑 此次要杀你的人 兴许不是南楚的杀手 毕竟 你不是说 在来京途中 挤拨南楚的杀手 你都不曾留下活口 那么 这么短的时间 南楚那边 应该还没得到杀手 被你反杀的消息 也就不会再二次派人来 时间对不上 苏龙直起身子 所以 殿下的意思是 这一回 对我下杀手的人 是京中人 对燕回音点头 南楚王后 能找上我母后 保不准 也能找上别人 孤猜测 不是贤妃的人 便是得妃的人 也许是南平侯派的人 也许是平夕将军的人 应该不是燕离与燕灵的人 这二人目前看来 还不知道你的身份 当然 也许是朝中的朝臣 或者别人 但这个可能性 应该很小燕回声道 毕竟 南楚那边 得寻有能力杀你的人 而这个人 还要有能力 在杀你后 做好扫尾事宜 就例如 如今那个杀手死了 老保又被人毒杀 苏龙倒 顺着献查 动作快些 若是贤妃或者得妃 亦或者南平侯 或平夕将军伏伏 那这个可就是 殿下的机会了 燕回声点头 姑也希望是他们 二人谈了一个时辰 天色已晚 燕回声止住话 问苏龙 要不今日住下 还助你那出院子 苏龙摇头 不 走了 若是我大哥名 一早不见我 又该训我没规矩了 燕回声笑了笑 既然不留 路上小心 谢 苏龙问了一声 说走就走 钱脆利落 出了书房后 直接翻墙走了 燕回英丽在书房门口 看着他身影 没入夜色 消失不见 他暗暗叹了口气 不是这东宫养的去 到底是落不到 他这东宫 这一刻 他竟然羡慕起了 夜归雪 南楚夜相府二公子 到底比旁人 要有福气的多 例如周固 比如他 会投胎 第二百一十章 不打扰 苏龙顺利出了东宫 翻出宫墙 脚落地 刚要抬脚走 忽然觉得不对 猛地看向墙角的阴影处 那里站了一个人 一个他很熟悉的人 他一下子就顿住 周固立在墙角的阴影处 他今晚就是特意来东宫墙外守住的 亲眼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穿着夜行衣 熟门熟路地摸进了东宫 他瞧住 没惊动他 便等在这里 等了一个时辰 果然又见他熟门熟路地出来 他确定了 苏龙早就来京了 在碰到端华之前 他的痕迹能够被人抹平 果然是太子出的手 而他 与太子早有联系 这个认知 也让他更确定了 太子应该也早就知道苏龙的身世了 周固看住苏龙 没说话 隐在夜色的阴影里 便那么看住他 翻东宫的城墙 来去自如 跟在江宁郡时 出入自家高墙时不一样 他手中并没有用攀抢锁 可见在江宁郡时 他用攀抢锁是故意的 他的身手 根本用不到攀抢锁 也就是说 他故意隐藏自己的武功本事 不想被他探寻究竟 或者说 他当时便保留着退婚的打算 苏龙没想到 在这里遇到周固 尤其是周固已认出了他 他想当作不认识 一走了之是不成的吧 更何况 他站在阴影里 周深的气息很沉暗 他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 但却能感受到 他的心情似乎并不好 这不好的心情 兴许是关于他 他捏了捏手指 想说什么 但一时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喊他一声周哥哥 还是算了 于是 他只站了片刻 便前脆果断地转身就走 周固几乎在他脉步离开的瞬间 上前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腕 死死地盯着他 苏龙没走成 只能停下脚步 看向他 走出阴影处的周固 依旧是一身玉色 面上也带着浓郁的玉色 与那日退婚时 明显的冷力怒气不同 也与那日在瑞安王府内的树下 见他同样不同 这满身的玉气 浓得几乎要将人淹没 苏龙心下意惊 但面上没表露出来 浅笑着打招呼 原来是周哥哥 别喊我这个周固声音哑得很 苏龙从善如流 那好 周四公子 周固攥住他的手紧了紧 也不须喊这个 苏龙无奈 周固周 固还是习惯听这个 他眼睛漆黑 满肤玉气 但却克制着自己 知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便对他问 银客方是你的地盘吗 苏龙点头 走 去银客方说话 周固拉住他走 苏龙有些头疼 你先松开 我不跑周 故松开了他 二人前一后 顶住夜色 避开巡逻的巡城兵 去了银客方 如今已到了宵禁的时间 银客方自然已经打烊关门 但苏龙是东家 进入银客方 犹如进入自己家 带着周固翻墙而入 来到后院 在一处门前 敲了三下窗子 里面有人发出疑 对一声询问 然后思想起了什么 立即长了灯 打开了窗子 谁 是 我苏龙亮出一块牌子 原来是竹子里面的人 不是蓝娘 而是掌柜的 连忙穿好外衣 打开了房门 看住苏龙一身夜行衣 身边跟了一个人 似是护国功夫的周小公子 顿时一愣 您 您二人怎么来了 苏龙道 在这里说会话 给我一间房间 掌柜的连忙道 隔壁的房间 一直给您留着 早已不治好 一直不见您来 如今您去隔壁说话 苏龙点头 于是 掌柜的回屋拿了钥匙 打开了隔壁的房门 小的去烧水送来 您二人先进去 苏龙点头 先迈步 进了屋子里 周顾跟了 进去 房间十分前进 话堂宽敞 内室在东边 在往东 还有一间近市 正好隔开了两边 隔壁的屋子 在内室说话的话 两边屋子听不到 苏龙直接选了内室 掌了灯后 请周顾落座 这里虽然不是 苏龙的闺房 但到底是为他 准备的房间 周顾有些不得进而 但这种不得进而 还是爱压下了 毕竟 若论不合规矩 他今晚在夜里 私下见他 并且要求他 来这里说话 共处一室 就已经不合规矩了 他如今 顾不了那么多 掌柜的 很快就端来一壶茶 又拿了一个托盘 里面摆了几碟糕点 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询问苏龙 主子可要酒 不要 你去歇着吧 苏龙摆手 你只管睡 我们走时 也不必送掌柜的点头 知道二人 这时候来这里 是有话私下说 拾去的 关上房门 回去歇住了 苏龙已在东宫吃过 也喝过了 将茶点 推到周顾面前 吃一点 周顾中午没吃饭 晚上也 没吃饭 直到现在 也不饿 但苏龙将茶点 推到他面前 他默了默 还是拿起来吃了 苏龙便坐在桌前 看住他吃 一块糕点吃下去后 苏龙递给周顾一盏茶 周顾没抬头 又捏起一块糕点 不吭声地吃住 苏龙这时也明白了 周顾大约晚上没吃饭 一碟糕点吃完 周顾不再拿了 擦了手 看住苏龙 苏龙柔柔眉心 有什么话 你说吧 周顾本来有一肚子话 想问他 但坐在这里 他却又不想问了 他怕他问了 他前脆地承认什么 都承认届时 他又能说什么 连庄不知道 他怕是都没了资格 他摇摇头 不想说了 苏龙顿住 周顾放下帕子 又重新拿了一块糕点吃 苏龙一时间 也不知道说什么 对他道 没吃晚餐 不然我让人帮你做些饭菜 午餐 也没吃周顾纠正 但还是摇头 不必 我吃糕点就好 苏龙没想到 他连午餐都没吃 想说做什么去了 连午餐也不吃 但看他这个样子 知道也不必问 他们之间 问多了 也是徒增无奈 于是 他便安静地坐着 看着他吃了一碟糕点 又一碟糕点 一共五碟 有的碟子里有四块 有的碟子里有六块 都慢慢地 一块一块地 被他全部吃完了 他问 够了吗 不够我再去给你找些 够了 苏龙又给他倒了一盏茶 粥 故端起茶 慢慢地喝着 满身沉郁不散 整个人十分安静 苏龙想了想 还是狠心道 我今日 见了叶巷府的夜 我不想听 周固猛地打断他 苏龙顿住 周固低住头 看住手里的茶盏 橙黄色的茶水 随着他手指轻轻发颤 茶水荡起一圈圈的波纹 他几乎端不住 小小的茶盏 索性 直接放下 应放得太急 茶水洒出了些许 烫到了他的手背 白皙的手背 被烫红了一小块 他胡乱地拿了帕子擦了擦 然后 将手收进了袖子里 苏龙这一瞬间 撇过脸 看向窗外 这个少年 他赤诚 聪慧 别扭 骄傲 或许还有那么点儿交纵 他从初见他 就从未想过害他 他希望他一生光风即月 不受磨难 不被麻烦缠身 严重早就铺好的青云路走下去 攻城千秋 名垂青史 他从不希望有人害他 包括他自己 但如今 他却伤害了他 若这害 只是一时的 只当是他的一个小侃 也就罢了 但这害若是一生的 他若是迈不过去 他拿什么弥补 他退婚时想到了前者 但没有想到后者 本以为 他对他也有所保留 应该不至于 友情却不多 很好放手 但如今看来 却不尽然 周顾抬眼 便看到了苏蓉 偏过去的头 那一闪而逝的情绪 从他脸上溜过 他只看到了一片冷然 他心吓一塌 一瞬间 他想起身就走 不想苏蓉心里指不定怎么吃笑他狼狈没出息 但他挪不动身子 今日这般与他坐在一起 都是他抢求来的 若走了 还有没有下次 就不知道了 他心下一片灰暗 又哑了嗓子 喊了一声 苏蓉 苏蓉回过头 呛了一声 周顾闭了闭眼 艰难地说 我会试着放下的 今日打扰你 不是我本意 苏蓉笑了一下 好 不打扰的 开年都是会 第211章拜托 夜深人静 窗缝溜进些许风丝 吹动灯烛 偶尔摇晃一下 暖晕的烛光下 周顾恍惚地看到了 苏蓉眼底一瞬间的温柔 他在细看时 对面坐着的小姑娘 直浅淡地笑着 眼眸平静 旁若那一瞬间 是他的错觉 他收回视线 垂下眼眸 哑声问 有书吗 你陪我看一会儿书 苏蓉点头有的吧 我去找一下 他站起身 走出内室 穿过话堂 去后报纱的格子间 果然有一个书架 里面罗列了不少书 他从中 找了一本游记 拿在手里 然后又拿了几本画本子 折了回来 他将游记递给周顾 然后自己拿了画本子坐下 周顾接过游记 对苏蓉说 你知道我为何爱看游记吗 苏蓉猜测 有游侠的梦 周顾摇头 不是 是我打算放榜后 外出游历 苏蓉愣了一下 你都参加科考了 不入超围观 就他所知 世家子弟 大多在年少时 都会外出游历一番 增长见识 但大多都十二三岁出去 游历个二三年回来 或参加科考 或有人举荐做官 或有的人不想围观 继承家业 总之都很早就出去了 我这些年 一直在东宫陪太子半读 没有机会出去游历 一直想走出去四处看看 更好地了解民生百姓 将来才能更好地围观 周顾道 我一与祖父商议妥当 太子也赞成 秦太父也没意见 所以科考放榜后 无论夺得什么名次 陛下受官的话 我都会暂且先挂官 祖父会与陛下打好招呼 苏蓉了解了 原来这样也行 别人不行 我自是行的 陛下会给这个特例的 周顾轻声道 苏蓉想想还真是 对别人来说不可能的事 对周顾来说 他的身份要容易实现得多 哪怕陛下忌惮护国功夫 但这等小事 还是能松口的 那你打算游历多久 两三年吧 周顾也不确定 也不是单纯的游历 会先去祭北 查查平息将军府 是否私自豢养兵马 总之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为太子殿下 做些事情 苏蓉点头 这样也是极好 留在京城 束手束脚 施展不开 出了今后 天下之大 要做什么事情 自然也好施展些 周顾喊了一声 低下头 翻开手上的游记 苏蓉见他打住画 自己也拿过一本画本子翻开 房中安静 两人对坐 有书页翻动的声音 也有灯烛爆出灯花的声音 周顾其实没有心思看书 但他就是不想走 也不想放苏蓉走 但他听着苏蓉快速翻页的声音 与在江宁郡时一样 似乎真的在认真看书 全然不受影响 他心里彭腐漏漏的窟窿 身不见底 怎么也赌不上 但就算这样 他也不想走 树叶半天才翻一页 对比苏蓉的速度慢极了 过了许久 外面传来打更声 周顾惊醒 不知不觉 竟是三更天了 他放下没看了几页的游记 终于放过了自己 也放过苏蓉 哑声说 走吧 苏蓉点头 也割下画本子 周顾临出门 回头看了一眼 他那本游记 看了七八页 而苏蓉拿了四本画本子 看了两本半 他收回视线 迈出房门 出了迎客方后院 苏蓉回身看住周顾 就从这里道别吧 反正护国公府和神府不是一条路 周顾想问他 你说的其实是我与你 不是一条路吧 但心里都明白的事 问出来做什么 他慢慢地点头 好 苏蓉挥挥手 当先离开了 周顾站在原地 看住他很快就融入夜色中 消失了身影 他憋着的一口气散掉 身子向后 靠在了身后的墙上 深黑的夜 冰冷的墙面 让他的心也跟住又黑又冷 苏蓉一路避开寻城兵 回到神府 翻墙而入 摸进自己的院子 推开门 迈进门槛 察觉屋中有人 握紧了身上的剑 苏行则出声 是我 苏蓉松开手 走进屋 低声问 大哥 你不睡觉 跑来我的屋子里守我 怎么不点灯 苏行则用火石 掌了灯 看住他问 怎么现在才回来 苏蓉无奈 就因为这个 他是说什么都不会让他 根据难处的 若不是因为他这张脸 太像他娘 而神贤与谢伯伯 交情深厚 如今已人尽皆知 他们兄妹受他关照 也说得过去 他其实也不想住来这神府 跟他这个大哥住在一起 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他更想住在东宫 太子燕回生的东宫虽然规矩森严 但对他来说 反而不受前置 没有这份来自大哥的关心负担 他更自由些 苏行则一看苏蓉脸色 便知道他在想什么 解释道 不是我想过于管辖你 是身在京城 危险太多 我今夜正好也睡不住在江宁郡时 你整晚的不回府 我也没说过你什么 不是吗 苏蓉立刻收起脸上的神色 反省了一下自己 也跟他解释 去了东宫一趟 待了一个时辰 离开东宫后 遇到了周顾 去迎客方又做了一个多时辰 才回来晚了 他软了语气 给他吃定心丸 认真的道 大哥 你真的不必担心我呢 你是知道的 我有五百暗卫 都带来了在这京城 只要不是闯了破天大祸 我都有能力自保的苏行泽也明白 柔柔没心 我今儿真的睡不住 本想找你说说话 近来才知道 你出去了 我就说你往日没睡这么早的 原来是不在府中 苏蓉也还不困 索性 坐下身 跟他说话 太子殿下白日里在成国公府 听了夜归雪透出的口音 猜测与他有了婚约的人 心绪是我 喊我去见了他一面 商一些事情 本来应该早回来的 也没想到遇到周固守在东宫墙外 才担得到了这时候 苏行泽看住他 周固 他 找你做什么 没做什么 本来应该是想问我些话 但后来又不问了提起周固 苏蓉语气又软了几分 轻轻地说 他聪慧至极 太子都能猜出来 他也能猜出来 说放榜后 他便要去游历了 只让我陪他看了一会儿书 苏行泽也够意 怎么放榜后要去游历 苏蓉将周固的原话说 那 苏行泽恍然 苏蓉动手拨了拨灯心 大哥 他状态不太好 距离放榜 还有一段时间 你多见见他 跟他说说话 我希望他能放下 心无负担地去走自己的路 别因为我 困于自身 这不是我的初衷 苏行泽记得 瑞安王府设宴那日 周固的状态似乎还好 只不过人沉默了些 如今苏蓉这样说 想必是真的不太好 他点头 好 我会劝劝他 苏蓉摇头 不用劝 就陪他说说话就行 想必他想听的 也不是劝 无论是老护国公 还是圣安大长公主 亦或者国公夫人 包括他自己 劝他的人 想必已经够多了 苏行泽了然 答应下来 好 苏蓉露出笑容 歪头 看 像苏行泽 我既收了夜归雪的聘礼 自不能辜负人家 所以 此事就拜托大哥了 没有得了十万兵权的便宜 还行对不起人家知识的道理 苏行泽叹气 好 此事交给我 画堂的灯光明亮了些 苏蓉霸首 想起了什么 又问 你给父母亲和谢伯伯去信了吗 还没有苏行泽摇头 你赢了夜二公子的婚事这件事 我觉得 还是你亲自书信 告知他们为好 苏蓉露想想也是 站起身 摊开笔墨 我现在就书信一封 让人名一早城门开始 速速送去江州 话落 他补充 就写给谢伯伯得了 他会拿给父亲母亲看的 苏行泽知道他懒 多写一封信 多嫌麻烦 无奈地点了下头 第212章追问 周固回到霍国公府 已经是四更天 他没有翻墙的习惯 所以走的是正门 今儿是初一 有大朝会 老霍国公 起早要赶去大朝会 正巧碰到他顶住一身寒气静腑 顿时问 去了哪里 怎么才回来 周固 叹了老霍国公一眼 去了迎客坊 老霍国公没闻到他身上有酒味 露出怀疑的神情 周固抬步往里走 随口解释了一句 没喝酒 就去那里坐坐 老霍国公敏锐地问 跟谁 周 顾布达 禁止往府里去了 老霍国公明白了 迎客坊卖的醉花影 来自江宁俊 若以前不知是谁开的 那么如今老霍国公已知道了 是苏荣这么说 他是去见苏荣了 也只有去见苏荣 才会不回答他这个问题 他有心想追上去问得清楚 毕竟他一夜才回来 但趴悟了大朝会时辰 只能按压下 上了马车 先赶去大朝会 周固回到双林院 紫叶迎了出来 公子 您去哪了 怎么把属下给扔在府里 以往 无论公子去哪里 基本上都带着他 最近他真觉得自己 快不是公子的小贴心了 竟然连公子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 周固瞥了紫叶一眼 没说话 进了屋 紫叶连忙跟了进去 看他一身寒气 小心翼翼问 公子 让厨房送水来给您沐浴吗 不必要熬一碗姜汤送来吗 夜里这么冷 看您 身上 都冻透了 仔细染了风寒紫叶有些担心 不用 紫叶退而求其次又问 那给您拿个手炉来 暖暖手 不要周固抬手打断他一连声的询问 对他吩咐 派两个人去南楚茶叶家和叶龟雪 我要知道叶家和叶龟雪所有事情 紫叶啊 勒一声 周固站定 对他肯定得到 找两个妥贴的人 今日就启程紫叶挠挠头 想问为什么 但看周固的脸色 还是点头 属下这就去办 周固问了一声 紫叶走出去 房间安静下来 周固躺去了床上 连外衣也没解 便那么合一而睡了 今儿的大潮汇 与以往每月初一十五的大潮汇 例行公事不同 今儿重点朝映了科考乐卷 皇帝督促几位主考官加快进度 又当朝重点提了清平公主被刺杀一案 深斥了大理寺卿之间不言之罪 既然让犯人在大理寺服毒自尽 真是荒唐 严令从今日起 刑部介入 三思一起 重查此案 大潮汇后 皇帝派人请老护国公前往御书房叙化 老护国公上了年纪 一年里 只有大潮汇才会上朝 皇帝一个月里 也难得见其一面 主要是寻常时候 没有大事时 老护国公是连大潮汇也会告假的 距离今日老护国公上朝 皇帝已有两个月没见住老护国公了 老护国公来到御书房 拱手见礼 皇帝连忙 虚扶他一把 老国公免礼 朕已有两个月不曾见你 国公身体可好 老护国公咳嗽一声 虚喘了一口气 老陛下关心 老陈这身子骨啊 一到入秋 便有些吃不消早年时落下的伤口救急 每天夜里 都隐隐饭疼 老毛病啊 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闹心的慌 闹腾的难以入眠 皇帝立刻说 让太医院仔细看看 若需要好药 朕的私库里有老护国公点头 太医时常过福井 平安麦 但陈就救急 也是没法子 天天说让老陈好好养着 哎 这养了好几年了 越养越疼 说着 他摆摆手 不过陛下放心 老陈这把老骨头 还能撑得住 皇帝殉道 自从老陈太医告老离京 胜于太医院的太医 的确是一帮子废物 医朕看 还是得贴黄榜 为太医院招人 务必求得医术好的 才能抵用贵妃前几日 也跟朕抱怨 说如今的太医不得用 他染了的小风寒 小半个月 才将好老护过宫旅 住胡须道 老陈的孙子 据说出席住呢 不如陛下派人去问 看他是否愿意 来太医院入职 得老陈一波真传 应该错不了 皇帝一拍手 你不说朕 还给他孙子忘了 成 回头朕便派人去问 君臣二人闲谈一会儿闲话后 皇帝进入正题 试探地询问老护国公 朕听闻江州刺史苏旭的那个女儿 很多人我见了后 都觉得颇有些像真名郡主 老护国公点头 是有些像 皇帝正色道 老国公 你与朕说实话 当初你与苏旭定下两家的婚事 是基于什么原因 老护国公看住皇帝 将球踢了回去 陛下觉得呢 皇帝想说朕怎么知道 你护国公府许多事 朕都不知道他心里生起不满 面上不表现出来 只说 朕就是因为想不出原因 才问你 护国公府与苏家有婚约时 苏旭还是江宁郡的小小太守 门楣天差地别 除非有特殊缘由 怎么都够不上联系 老护国点头 陛下说的是 自是有特殊的原因 皇帝等着他往下说 便见老护国公闭了嘴 不继续说了 他气恼 老国公 怎么 连朕也不能说嘛 他声音中了几分 若指一个小颅女 朕也不想知道 但既然他想真名郡主 朕自然想弄个明白 难道你非让朕派人去查他 老 国公心想 你一定已经派人去查了 只不过目前什么也没查出来 才在今儿堵着我问 但这也正是他今儿参加 大朝会的目的 于是 他故意晾了皇帝一会儿 才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 扫向立在一旁伺候的余安 余安一个机灵 看向皇帝 皇帝对他点头 他赶紧退了下去 并且十分识趣地 关紧了御书房的门 御书房只剩下皇帝 和老护国公两个人 老护国公才开口 这件事情 照理说 老臣答应过真名郡主 本该知道 带进棺材那一日 也是不说的 但此一时彼一时 随着苏荣长大 他真的太像当年的真名郡主了 老臣见了他后 便知道 这个秘密瞒不住 皇帝顿时坐着了身子 什么意思 老护国公叹息 苏荣是真名郡主 与南楚王的女儿 郡主临终前 找到了老臣 恳请老臣忽悠他的女儿 老臣便与他商议 定下了苏荣与周顾的婚约 你说什么 皇帝疼得站了起来 当年他不是身故在大卫吗 怎么会 老护国公见皇帝一脸震惊 肯定地点头 道 当初真名郡主和亲到了大卫后 发现已怀有身孕 未免被发现 只能假死脱身 隐姓埋名先皇与太后 也知道此事 皇帝争助为什么 朕不知 为何没人告诉朕 真名郡主与陛下宁情分深厚 大约是不想陛下为他忧心 老臣也是在真名郡主临终前 才知道他当年没死 妻生将宁郡老护国公 将真名郡主当年如何找上他 定下了婚约之事简单说了 皇帝后退了一步 神色仍旧正正 似被这个秘密冲击的头脑嗡嗡 一时间难以思考 他是八年前 去的 老护国公汉手 定下婚约后不久 就去了 皇帝缓了好一会儿 才又问 既然婚约是他临终前定下的 苏荣为何退婚 这些日子 苏荣与周顾退婚 闹得惊中沸沸扬扬 传敬了 宫里 他也早已耳闻 老护国公无奈 提起这事 诚心已告 颇有几分与皇帝推薪致富的意味 顾戈儿是不愿退婚 但陛下您知道 南楚王如今膝下无王寺 苏荣是唯一王女多年来 南楚王后一直派人刺杀苏荣 如今更是变本加厉 愈演愈烈 他来京途中 更有甚者 遭遇了南楚几拨人马截杀 这般情况下 苏荣还能继续当个普通人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他退婚也是迫于无奈必尽 照这样下去 他早晚有一日 要去南楚做回王女 否则 他这一生 岂不是都要过这样 被人整天刺杀的日子 只有坐上那个位置 才能不被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吧 皇帝闻言渐渐冷静下来 所以说 他要去南楚夺位 而周顾 老护国公拱手 陛下 周顾不上主 大梁公主不上 南楚王女也不上 不是他要说的直白 而是皇帝曾经有意让周 顾上公主 被他推唐后 皇帝又纵容清平 纵容端华 纠缠周顾 未必没有将周顾 绑死在一马 或者骏马位置上的意思 皇帝顿了一下 慢慢点头 没说什么 又问 南楚王后 是怎么得知苏荣的存在的 老护国公摇头 老臣也不知 据苏荣说 早在多年前有人杀他 后来查到 是来自南楚王后 皇帝脸色变幻 正想见苏荣 老护国公点头又摇头 建议 陛下 老臣觉得 您不必急住见苏荣 您一旦见了他 他的身份 就彻底被震慑了诸多纷扰 也会随之而来 您在没做好准备之前 不宜召见他 等您什么时候做好准备 再见他也不迟 皇帝沉默下来 老护国公不再说话 相信他的魏晋之言 皇帝定能明白 皇帝自然明白 他身为帝王 权术早已炉火纯青 只要静下心想 很快便明了 苏荣的身份 一旦被他认可 牵扯颇多 这其中利弊 得仔细权衡 不知究竟是好事 还是坏事 他目前的确还不宜见苏荣 哪怕已得知了他的身份 哪怕如今 京中已有无数人见过他 都因他的容貌对他起疑 怀疑到了真命郡主身上 但只要他一日没见他 他的身份 只会被所有人继续猜测 而不会被定性 他就是真命郡主的女儿 他是皇帝 一举一动 都深受关注 而苏荣 他目前虽然是一个小卢女 但已与多个府邸 有了牵扯 又应长得像真命郡主 一举一动 也在无数人的注目中 皇帝也沉默了一会儿 算是默认了老护国公的建议 如今京中 除了护国公府中人 都有谁已得知了 苏荣的真正身事 老护国公摇头老臣也不知 但苏荣住在清平公主府 许多时日 清平公主也是自小 与真命郡主一起长大 大约是瞒不过的 如今苏荣又住去了神险府邸 而神贤与谢远交情深厚 不太好说 皇帝最关心的 不是公主府与神府中人 而是他的一众皇子们 尤其是太子 他索性直接问 太子呢 老护国公 心想无论什么时候 陛下都不忘忌惮 他这个自己的亲儿子 防备至极 他摇头 老臣不知周 顾忌之 不会告知太子 皇帝问 老护国公道 老臣一直瞒着顾歌儿 也是直到这两日 他才方知此事 自科考后 他一直未去东宫 还未与太子说上话 老护国 公所信也直接打直球 直白道 若是陛下不想太子知道 老臣稍后回去 便严厉嘱咐他 不许告知太子 皇帝顿住 心想着太子聪慧 连他都起了一心 未必能 瞒得住他 他有此疑问 也不过就是借此试探 老护国公和太子的关系而已 既试探出来 他自然地摆手 这倒不必 太子是储君 此事干系甚大 寻个机会 郑自也会与他商量的 老护国公点头 陛下说的是 此事到底是国事 的确应该慎重 第213章信任 皇帝与老护国公关 在御书房里 续化了足足一个多时辰 直到于安禀告 真贵妃娘娘 亲自来给陛下送悉泥汤 二人才止住话 老护国公站起身 陛下有事要忙 老臣告退了 皇帝也觉得说得差不多了 点点头 放老护国公走 于安 送老国公出公渔 安因事 老护国公走出御书房 便看到了站在台阶上 披着一件桃红斗篷的真贵妃 以老国公的身份 自然不可能给真贵妃见礼 直到了一句 贵妃娘娘大善 若不是真贵妃亲自来送离汤 他估计还要被皇帝抓着继续盘问 他能说的就那么多 来来回回 也没什么可说的 君臣二人离心已久 他对皇帝 自然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合盘托出 真贵妃长得极美 肤色极白 桃红色穿在身上 急称他 尤其在这深秋里 万物萧条 他一身桃红色 隐隐而立 站在御书房外 一个人 便是一道绝佳的风景 他笑看住老护国公 声音也是柔美好听 老国公身体可大好了 托贵妃娘娘的府 尚算剑朗老国公走下台阶 陛下已在等了 娘娘快进去 真贵妃点点头 侧开身子 让开路 老国公慢走 老国 公被助手往宫门走 于安亲自相送 一直送出宫门 看住老护国公上了马车 才折返心想着 到底还是老护国公 陛下是又忌惮 又不敢不尊敬 真贵妃亲自提出 雪梨汤进了御书房 将梨汤放在御岸上 才阴阴一拜 臣妾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打扰陛下了 皇帝往日里 最爱真贵妃 这副模样 今儿却有些心不在焉 伸手徐徐扶起她 爱妃的手这么凉 连个手炉都没带 奴才伺候不周 该罚真贵妃摇头 臣妾没觉得冷 你呀 对手底下的人 醉是心肠软 使得奴才们都不尽心了 皇帝拉着她手坐下 你身子刚好一点 乱跑什么 若是再病了 岂不是让朕心疼 真贵妃娇称 这么说 陛下是不乐意见臣妾了 也压根就不想 喝臣妾的梨汤了 臣妾可是亲自盯着小厨房 熬了许久呢 皇帝 连忙握紧她的手 朕怎么会不乐意见你 朕只是担心你身体 每年秋冬 你最少都要病上一场 朕可以不喝梨汤 但你必须得给朕好好的 真贵妃露出柔美的笑容 陛下放心 有您这般在意臣妾 臣妾自也会爱惜自己 她起身给皇帝盛梨汤 还热住呢 陛下快尝尝 秋梨 拜火 月安不在 她也没令喊人进来试毒 便自己先咬了一勺 放进嘴里吃了一口 然后十分主动地喂皇帝 皇帝顺从地喝着梨子汤 一时间 御书房内 一改早先的沉重 十分温馨 皇帝喝完一碗梨汤 起了歇一丝 拍拍真贵妃的手 今晚朕去常乐宫 真贵妃脸一红 臣妾不辞辛苦来给 您送梨汤 又不是来邀宠的 皇帝哈哈大笑 朕知道 朕的贵妃无需邀宠 朕便以爱及 你送梨汤 是心疼朕进来朝中多事 朕尾时有些上火 你这梨汤送得正好 真贵妃担忧地问 臣妾听闻刺杀清平公主的人 煮饭自尽 从犯服毒陛下 您就算在气怒 也得爱惜身体 皇帝点头 朕晓得 真贵 妃亲自收拾了汤罐空碗 放进石河里 那臣妾告退了皇帝孝主 白白手 又重审了一遍 晚上等着朕 真贵妃羞脑得跺跺脚 提着石河出了御书房 身后传来皇帝愉悦的大笑声 走出御书房后 真贵妃脸上娇羞的笑便散掉 她将石河递给宫女 自己拢了拢身上的披风 轻声吩咐 走吧 回去了宫女婴室 拎着 石河 跟上她 一行人 浩浩商商而来 又浩浩商商而去 似乎真的只为送一碗梨汤 皇帝在真贵妃离开后 也渐渐指了笑 一时间无心批阅奏折 便那么前坐着 直到余安送了老护国公回来 给她上了一盏茶 放在跟前 皇帝才忽然问 余安 真贵妃的闺名 叫什么来住 余安一惊 连忙压低声音回话 回陛下 贵妃娘娘姓沈 单名一个一字 沈一阵竟忘了皇帝顿了顿 她入宫多少年了 有十四年了吧 余安也记不清楚具体了 十四年皇帝又一阵恍惚 苏蓉今年十五岁 余安又是一惊 不明白这两者有什么关系 她快速地看了一眼皇帝 见她神色恍惚 她不敢多探究 连忙垂下头 皇帝又过了好一会儿 才回府如常 派人将瑞安王请来 余安因事 瑞安王今儿也参加了大朝会 刚回到府中没多久 便听闻陛下宣兆 她连忙又沐浴更衣 赶紧进了宫 皇帝见了瑞安王 对她说 关于清平被刺杀一案 正想交给你来主查 三思配合你 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如何 瑞安王愣住 今儿早朝上 陛下还特意提了此案 申斥了大理寺卿 命刑部也一起 三思联手来查 如今怎么又把她叫来 跟住查此案了 她不解地看住皇帝 皇帝见她这个表情 便知道 对于清平被刺杀一案 她应该没掺和 而且应该也还不知道 苏荣的真正身事 否则 不会不知道那刺杀 压根就不是冲着清平 而是冲着苏荣 若是没问明白老护国公 苏荣的身事 他认为三思联手查此案 自然没问题 但如今知道了苏荣的身事 这里面就有大问题了 但皇帝惊口欲言 自然不能招令西改 所以 他要寻个妥当之人 跳出三思之外 也跳出朝堂深水 且还要位高权重 一直保持中立的姿态 这人就得是瑞安王了 他也想知道 这朝中 有什么人 会被南楚的南公家 或者是南楚宗室的势力渗透 亦或者被收买 帮着人杀苏荣 于是 他看住瑞安王道 刑部 大理寺 监察院 三思里各有疏漏之处 郑总觉得不放心 此案慎重 想着你妥贴 交给你 朕应该放心 瑞安王文言连忙拱手 陛下既然这样说 臣一定尽心 将此案插个水落石出 皇帝汉手 谢灵那孩子 朕觉得十分不错 待科考放榜后 只要 名次不低 朕准备重用 瑞安王一喜 但同事心中也明白 他的忠立 陛下一直看在眼里 过而这是给他一个许诺 只要瑞安王府忠于陛下 谢灵的前途 自无需忧心 他连忙谢恩 多谢陛下 灵儿虽然有些孩子气 但也是因为未经磨练 一旦对他多加磨练 他还是得用的皇帝点头 似十分欣慰 朕也这么觉得 于是 瑞安王在出宫 肩上便落下了一个重担 他想着还是得先去一趟大理寺 了解从事情发生 到如今查到哪部了 然后得再去一趟公主府 亲自再听听清平公主 关于当日事情发生时的经过 他敏锐地觉得 老护国公前脚刚与陛下 叙化了一个多时辰 后脚陛下便将他召进宫 让他接手此案 这里面 一定不同寻常 尤其是 大理寺监牢 何等森严 大理寺卿 也不是个没本事的 人还不老糊涂 也是知道刺杀公主的案子 是个大案子 清平公主一直派人盯着 怎么可能让人钻了空子 送了毒进去 但偏偏 就有了这么一件事 可见有人能将手 伸进大理寺 手眼通天 瑞安王一路寻思着 这件案子 皇帝既然交给他 便是信任他 让他彻查到底的意思 他务必得办好 不管牵扯出什么人 他也只能咬牙一半到底 毕竟 这案子查好与否 可是事关儿子的前途 第214章如实 皇帝在当朝 命三四联手查案后 又额外任命了 瑞安王为主审官 随着瑞安王出宫 他接手清平公主 刺杀一案的消息 也传遍了皇宫内外 谢灵都震惊了 他爸都多久 没受陛下如此重用了 瑞安王府 一直不敢行差就错 他爹也是能混日子 就混日子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久而久之 他几乎都觉得 他爹这么混下去也不错 他将来也前退 一样混日子就行 总之 把瑞安王府的门庭支撑住了 就行 反正这样也简单 从龙之宫啊什么的 他爹从来没想 他也不想 所以 他这么多年 不往太子跟前凑 也不往其他皇子们跟前凑 能混过去就混过去 如今这是怎么回事 陛下怎么突然就交给爸爸这么一件大事啊 在他看来 清平公主刺杀案可不是大事吗 大朝会上 陛下特意因大理寺出了披露 身吃了大理寺卿 又命三四联手 如今又把他爹抬出来 这是堪比喻刺案了 他想着清平公主真是受陛下宠啊 但一想又不对 清平公主即便在受宠 三四联手来查 也够了 何必用上他爹 他想不明白 去找他娘 母妃 你听说了吗 陛下命父王主审清平公主 被刺杀案 瑞安王妃正在交花 点头 刚刚听说她 回头 看了谢灵一眼 这事很突然 陛下若是早有打算 今早在大朝会上便会说 而在大朝会上没提 大朝会后将你父王交进宫去 说明是突然起意 等你父亲回来 看看她怎么说 谢灵点头 瑞安王妃放下水壶 科考放榜后 我想将你的亲事定下来 除了那个秦鸾 你对哪家小姐 母妃 您饶了我吧 除了秦鸾 我 如今谁也不想娶 谢灵抬脚就走 心想着 她就不该来问她娘 她走得快 几乎一溜烟就没了影子 瑞安王妃差点被她气到 回身对贴身嬷嬷道 你看看她 提起亲事 半句也说不得 那秦鸾已进了东宫 就算不进东宫 也已是罪臣之女 如何娶的 贴身嬷嬷慰 小王爷还小 不及护国功夫的周小公子 与小王爷年岁差不多 虽早就定了亲 但又管什么 还不是退婚了 待咱们小王爷过二年 人稳重了 自然也就放下秦鸾了 您到时候看中哪家姑娘 再给她撮合就是了 她应该就没那么抗拒了 毕竟少年慕爱 要放下 总得需要时间 瑞安王妃叹了口气 说的也是 提起周顾 未免想起苏荣 瑞安王妃用帕子擦了擦手 坐下身 苏荣可真像当年的真名郡主 贴身嬷嬷点头 不若王妃派人查查 兴许真有什么关系 瑞安王妃摇头 哪里轮得到我查 但凡见过她的人 怕是早有人查了 毕竟就连王爷 这个不怎么理事的人 自那日见了她后 都起了疑心 更何况别人 这经中认识真名郡主者众 若论动作快 谁及那几个皇子 即便他们那时年纪小 不记得真名郡主长什么样儿 自有手下人告知他们 贴身嬷嬷 一想也是 瑞安王妃又说 等等看吧 总能知道 太子燕回生自然也得到了消息 当即想到 老护国公怕是告知了她父皇苏荣的身世 她父皇知道清平公主被杀一案 是冲着苏荣来的 才搬离了瑞安王府来逐审此案 她心想着 还是老护国公了解她的父皇 这样一来 倒省得她耗心费力 且还要顾及宫里小心翼彻查了 她立刻喊来暗卫 吩咐 暗中让人配合瑞安王 暗卫因是 当即悉数撤回了东宫彻查此案的人 燕回生想了想 吩咐 再去给七小姐传句话 让她进来无需做什么 只安心等住就好 她来今已做得够多了 是极必反 过犹不及 暗卫又应事 苏荣收到燕回生传话时 刚睡醒 正坐在桌前 懒洋洋地等住厨房送来午餐 她也没料到 老护国公会赶着今儿大朝会 进宫对皇帝告知了她的身份 她带入老护国公的身份 站在她的角度 寻思片刻 便基本猜出了老护国公的用意 老护国公这是在帮她 也间接在帮燕回应 若皇帝知晓了她的身份 一定不容许人在这京城 天子脚下 杀她尤其是南楚渗透进来的势力 她如此重拳 连太子都拢不下 更遑论南楚国的人来作乱 另外 不管她知道不知道太子与她的关系 都不妨碍她知道 要杀她的人 一定不是太子 南楚王后既然找到皇后 也能找到别人 皇后因太子收了手 那么别人呢 这反而是燕回应的机会 苏龙想到这 轻叹 不愧是老护国公 论身谋远虑 论审时多事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将她搅动起来的朝局 一瞬间推到了顶峰 太子说得对 如今她的确可以 不用再做什么了 瑞安王去了大理寺 月完卷宗 将人都过问了一遍后 又派人喊了 金赵尹福尹 李叔问话 李叔交代了一番后 瑞安王总觉得哪里不对 对一旁的大理寺亲问 那个叫凤林的少年人呢 大理寺亲连忙道 他说查案好生无趣 竟然一早走了 瑞安王问 去哪里了 大理寺亲立刻说 应该是去神府了 毕竟听说她姐姐已住去了神府 也就是那位苏妻小姐 瑞安王点头 大理寺亲问 王爷若是过问她 下官派人将她喊来 你 不必 本王先去公主府一趟 若有需要 再去神府亲自问她 瑞安王摆手 大理寺亲问 王爷可否要下官陪同 瑞安王府摇头 本王自己去就行 你再将当日职守之人 仔细查一遍 毒药既然不可能凭空飞进去 那一定是你们忽视了什么 才没查出疏漏之处 大理寺亲英事 瑞安王便自去了公主府 清平公主听说 瑞安王亲自带住人上门 查她被刺杀一案 心下打了好几个思量 叫来一人吩咐 速去将驸马喊回来 这人英事 立即去了 清平公主派人先给瑞安王上茶 说她稍后就到 实则是坐在屋子里 等住驸马回来 与她商议 关于当日那冷剑 是冲着苏荣放之事 是如实说 还是依照当日 她进宫告预状的原话说 若是如实说 那么便推翻了早先的说辞 便是欺君了 但若是不如实说 这案子显然不好查下去 她还是希望 揪出幕后主使之人的 驼马得了传话 也明白了清平公主 让她速速回府的意思 她一时脱不开身 便压低声音 吩咐来人 我一时回不去 告诉公主 既然是瑞安王亲自登门 陛下令她逐审此案 便是一查到底的打算 让公主如实说 来人得了话 立刻回去了 瑞安王足足喝了三盏茶 才等到了清平公主 姗姗来迟 清平公主故意一脸不适笑 王爷恕罪 我昨儿受了寒 今儿身子有些不适 让你久等了 瑞安王连忙说 不久 是本王来得不巧 本王有几句话 事关公主被刺杀一案 特意来问公主 问完就走 清平公主点头 直接将当日的情形 描述了一遍 这回是半思没隐瞒 瑞安王一听 心想果然从这里开始 就不对劲了 他不幸大理四卿 没察觉出来 只不过那只老狐狸 没敢登门来质问 清平公主罢了 毕竟 这位公主进宫告欲壮食 说的是冷箭是对她放的 若是翻口供 这算欺君 他宁愿被陛下身欲 也不想惹火烧身 清平才不承认自己欺君 本宫当时吓坏了 经聚了足足两日 但事情过了 仔细一想 才想起了全部经过王爷 你既受皇兄信任 单此重任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不管那件当时是怎么回事 冲着本宫马车放冷箭 就是谋杀本宫瑞安王点头 公主放心 他站起身 公主歇住 罢 本王自当尽力 定不辜负陛下信任 第215章包办 听闻瑞安王接手此案 凤林琢磨了一下 立刻离开了大理寺 他待了两日 算是发现了 这朝中的水是真深 整个大理寺 跟筛子一样 四处漏风 也不知道大理寺清 是怎么四平八稳地 坐在位置上 还没被多方给挤下去的 他无关职在身 只是打着公主府派去盯住案子进展的幌子 其实没什么用 因为连什么人什么时候对那老宝动手投毒的 他都没盯出来 他郁闷不行 前摧二话不说 直接走了 回到神府 见了苏荣 凤林对住苏荣一阵吐槽 这破朝局 藏污纳垢 真是难为太子殿下 撑了这么多年了 只一个大理寺 便可以窥见 冰山一角 可见别处 也一样四处露风 苏荣早已预料 听他倒过了豆子 给他倒了一盏茶 宽慰他 润润嗓子 本来你的目的也不是茶案 别上火 凤林还真是有点 上火 但听苏荣这么一说 便立刻不上火了 无所谓的道 反正在破的朝局 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 咱们只负责帮太子殿下 打破如今的朝局 治理整顿的话 将来还是得太子殿下自己 这么一说 他觉得自己白蹲了两天了 顿时一阵亏得慌 跟苏荣说 竹子 我得好好吃一顿 才能解乏苏荣点头 你自己去见沈伯母 打个招呼 沈伯母知道你爱吃 自会让厨房夹菜 好嘞 我这就去 凤林立刻起身 脚步轻快地去了 若是普通暗卫 自不必拜见主人家的 但凤林毕竟不同 如今他也算是在京城 跟住苏荣 一起挂了姐弟名号的 凤林嘴甜又招人稀罕 见了沈夫人后 当晚 沈夫人就让厨房 做了一大桌子菜 待沈显回府 几人一起吃了一顿饭 沈夫人很开心 这府里冷清了许久了 如今你们来了 才显得热闹 否则冷冷清清的 你们要不一直住着吧 苏行则连忙说 已叨扰了伯父 伯母许久 怎好一直住着 他看了苏荣一眼 再住个三五日 我们便回东四胡同吧 沈夫人不同意 不行 好不容易有 各姑娘白日里 能跟我说说话 听我的 就一直住着 苏荣眨眨眼睛 三五日是少些 就再住个七八日吧 他主要是为了凤林 这家伙今儿看到这一桌子菜 眼睛都亮了 没个七八日 估计吃不腻 而他也要给人家 再出手杀他的机会 一直住在沈府 经中人忌惮 沈显这个吏部尚书 绝对不敢闯进来动手的 虽然太子嘱咐他 最近什么都不用做 但不见得他要乖乖 在沈府猫住不出府 沈显咳嗽一声 绷住脸说 住道行则放绑 否则你不怕被绑下桌燕 苏行则 苏荣 扑斥 一笑 看住苏行则直乐 大哥 我没说错吧 看来你还真得注意点 据说三年一次 放榜时 各个府邸选拔 如狼似虎的 看来你还是得待在沈府才安全 沈伯父的名声 就能保护你没人敢动手 沈夫人也笑起来 对对对 咱们家就是没有姑娘 若是有 我一准将行 则扣下做女婿 苏行则也笑 啦 伯母也取消我 不是伯母取消你 是你没发现自从你来京 多少人盯住你了吗 沈夫人好笑 我只出去参加了两回赴宴 就有不少人明里暗里凑到我跟前打探你的亲事 苏行则无奈 大丈夫未曾立业 何以安家 无论谁打听 伯母都帮我推了吧 沈夫人笑着点头自是给你推了 男人不比女儿家 成家不必急的以你的才学 就算到了三十不成家 也能娶个十八的姑娘苏行则 苏荣笑 的 不行 连连点头 是是是是 大哥不愁的 自是不必急急的是我那六个子子 他转头对沈夫人道 伯母 待我大哥高中后 我六个 子子的亲事 还要劳您费心 我母亲一直留着姐姐们的亲事 未曾定下 就是为了等我大哥高中 给姐姐们都选个好门地做正妻 本来还要等他 嫁人 如今是指望不上他了 只能指望他大哥 沈夫人笑着点头 好 这事我记在心上 从明开始 我就先将京中门地合适的士林公子们 都筛选一番 苏荣趁机提出要求 不拘于官运之家 商骨之家也行 总之一个要求 就是做正妻 若是遇到那等有潜力的 门地稍微低点儿 也成 但一穷二白的就算了 否则陪他发家 都不知道要受多少辛苦了 人品财学 都过得最好 我那六个姐姐不同我 他们是真真正正 被我母亲培养的大家闺秀 管家礼账 都学得极好 阅读也都颇多 总之除了容貌上 别的都比我强 沈夫人称笑 哪有你这么抬高他们 贬低自己的 苏蓉叹气 实实在在地说 不是我抬高他们 是很多地方 我真的记不上 他们母亲总说 我没个大家闺秀的样子 将来嫁人 也不是个合格的好戏 而他们就不同了 方方面面 都是一等一的 绝对拿得出手 笔经中很多小姐 都出众的 沈夫人文言也得意 称 此事包在我身上 带筛选出来合适的人 便将名单给你 你若觉得合适 就派人送去江州 给你母亲过目 他若是觉得也行 就带着人静静来相看 别学别人盲婚雅架 还是要彼此看一眼 才能放心 苏蓉觉得极好 连连点头 一餐热闹闹吃完 神险才对苏蓉道 你只管安心 在府里住住 近来别去参加 谁的宴席了 若在府中闷得慌 倒是可以去街上转转苏 蓉眨眨眼睛 若是我想去城外游游湖 去大佛寺上上乡呢 神险看了他一眼 多带些人 保护好自己就行 苏蓉灿然一笑 沈伯父不反对 那我明儿就跟凤灵出去玩了 宴席住室没意思 京城内外我们还没逛过呢 神险不反对 点点头 沈夫人却不太放心 叮嘱 一定要小心 可别再受伤了 苏蓉笑着答应 晚上后 回到住处 凤灵对苏蓉摩拳擦掌地说 主子 咱们明儿出城吧 兴许能够引蛇出洞呢 苏蓉点头又摇头 近期应该不会有人动手了 瑞安王 查案 绝对能让京城风声鹤唳 起来听太子的 规矩些吧 引蛇出洞就算了 出去转转 倒是可以 他想了想 约上夜归雪一起 正好趁着这一段闲暇 时间 跟他仔细了解一番难处 凤灵想想也是 好 两人说定 苏蓉刚打算让凤灵 去给夜归雪地画 便有人送来了端华的口信 说明儿来找他 苏蓉只能应了端华 第二日 吃过早餐 下人前来禀告 说端华郡主来接 马车已等在府门外了 二人收拾了一番 告知了沈夫人一声 便去了府门口 沈府门口 端华和夜秋莹坐在马车上 一大一小 两张脸 瞅着门内 见苏蓉和凤灵出来 表情一致地露出欢快的情绪 苏蓉笑着打招呼 端华 秋莹 夜秋莹睁着葡萄般的大眼睛 十分可爱地喊 苏七姐姐 凤灵哥哥 端华矜持地咳了一声 坐着了腰板 催促他和凤灵 你们两个怎么走个路都慢悠悠的 快点儿上车 今儿一品香茶楼有赵老儿说书 她的书说得极好 一个月就说一天 我提前半个月订了地方 否则站着都没地方 苏蓉没想到端华是要带她去茶楼听书 还这么火爆 连忙上了车 问 怎么就说一天 哎呀 那老头不缺银子 说书就是找个乐子 喜欢别人听她的书 捧着她的感觉她儿子是茶商 一品香茶楼就是她家开的 她一把年纪 可不就可助自己性子来吗 端华挪来的地方让苏蓉坐下 又看向凤灵 凤灵摆手 郡主 我就不进里面了 跟车夫坐在车前就行 端华点头 放下了帘子 吩咐车夫快走吧 第216章说书 坐在马车上 苏蓉跟端华了解了一番 这个赵老儿从 端华口中得知 她是个老秀才 早年是写画本子转英 子养家虎口 过得不算富裕 但也不算倾苦 毕竟京中夫人小姐 谁房里没私藏几本画本子 直到她30岁时 娶妻生了一个好儿子 儿子长大后 十分有经商天赋 只用了十年 就发展成了京中有名的茶商 她才任性起来 不怎么写画本子了 而是凭着爱好 在一品香茶楼 做堂说书 有钱就是任性 所以 她一月只说一日书 但也因此 更让一品香茶楼 刻满冰棚 无数人慕名去听她的书 比她早些年卖画本子 还要受人喜欢 爱听她说的 除了夫人小姐们 还有一些年轻公子 毕竟她不只讲 风花雪月的画本子 还讲些奇人奇事 智怪杂谈 江湖风云 很吸引年轻公子们 马车很快就来到了 一品香茶楼 苏荣伸手一把捞起叶秋莹 跳下马车 叶秋莹用小手捂住嘴 堵住低呼声 一双大眼睛睁得很大 端华随后下了马车 对苏荣无语 教训她 人家小姑娘 是一个十分讲理术的小淑女 你可别给带坏了 她坚决不承认 自己怕踩了裙子 摔跟头 不敢跟住条 苏荣连忙将小姑娘放下 笑盈盈地说了句 抱歉 一时忘了 叶秋莹放下 捂住自己嘴的小手 主动去牵苏荣的手 很是开心 还有些小兴奋 苏姐姐 你好厉害 那么高的马车 一下子就跳下来了 苏荣汗言 虚 别跟我学 说完 又补充了一句 即便你跟我学了 将来被人说有失礼术 我也不会承认 你是跟我学的 话落 她特意补充 尤其是在你小叔叔面前 叶秋莹抿住小嘴笑 笨 不说是跟你学的 端华翻白眼 挽住苏荣胳膊 你们两个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苏荣才不管她 笑看着面前的一品香茶楼 还没走进去 便听到里面热闹的人声 端华往里面瞧了一眼 松了一口气 还好 来的还算早 还没开始 一旦开始了 就不让人进了 规矩这么大 苏荣挑眉 可不是吗 因为中途在近人 静静出出的 打扰赵老儿说书 端华端华挽了苏荣胳膊 催促 快走 要关门了 苏荣点头 凤林跟在三人后面 一行四人 进了一品香茶楼 门口有两个小伙计 既是迎客 也是守门 显然都认识端华 整个常客 嘴里笑呵呵地说着 郡主来了 手上打着签 让开门口 将人请了进去 迈进门槛 更直观地瞧见 整个大厅已坐满了人 中间一处园台 一桌一以一人 桌上搁着一把扇子 一本书一块金堂木 还有个穿着 占青色衣袍 年约六十岁左右的老者 正走上讲台 咱们的位置在那里 端华伸手 一直讲台正前方 最近的距离 得意地对苏荣说 我花了一千两银子 定下的苏荣心想好贵 小声问 包茶水钱吗 当然不包了 茶水茶点 要自己另花银子 这个价钱 只买个位置端华到 就这 还得靠抢 才能抢的那苏荣 这茶楼 可真是太会赚钱了 四人穿过一排排座位 走到最好的位置坐下 有小伙计见人来了 连忙走过来询问 郡主 今儿还喝云雾茶 行端华 点头 所有糕点 全部上两份 小伙计立即应了一声 笑着去了 这座位个是半弧形 四个人坐下正正好 苏荣去过江湖茶馆 也去过江宁郡的茶楼 但这一品香茶楼的座椅 都是用皮垫包裹 坐着很是舒服 倒是比他去过的茶楼都讲究 凤林凑近苏荣耳边 姐 来了京城 是不是方才知道 有人比你还会赚钱 苏荣瞥了他一眼 天大地大 能人多的是 京城这等地方 没点而本事的 岂能站得住脚 凤林点点头 摸着皮垫道 这皮垫都是陆皮的 端华咳嗽一声 低声道 别一副没见识的样子 你也算是有名有姓的人 不少人都看住你呢 凤林扁扁嘴 好吧 他不是没见识 他就是觉得 花这么多银子定的座位 如何让人心甘情愿买账 究竟听赵老儿说 舒适一点 还有这舒服的软垫桌椅 都给这个位置加成 他可瞧了 别的靠远些的座位 可没有这等软垫包裹 就是钱巴巴一个木桌椅 坐久了 肯定屁股疼 小伙计端来一壶茶 又摆了足足一桌子 点心果仁 瓜子等物 道了一声客人慢用 他话音刚落 那边赵老儿已站定 一拍金堂木 啪一声 闹哄哄的大堂 顿时安静下来 今儿老赵我跟众位讲一段 咱们大梁真敏郡主的传奇故事 赵老儿开口 声音洪亮 话说真敏郡主 苏蓉眯了一下眼睛 心想这 可真是巧了 端华也愣了 上回不是说今儿说前朝公主的也是奇闻吗 怎么倒说起了真敏郡主 凤玲捏了一块糕点塞进嘴里 文言和的一笑 轻飘飘地说 今儿因为我姐来了呗 端华不解 这跟他来有什么关系 凤玲心说关系大了 这一品香茶楼 这赵老儿 看来被人特意交代了也不知是谁 总之 今儿这书 是见主子来了 冲着主子讲的就是了 苏蓉也捏了一块糕点 递给叶秋莹 对端华问 听真敏郡主不好吗 那日遭遇暗杀 端华受惊睡下了 公主和驸马是避开他问他 但 他如实告知身份时 端华没听到 自然还不知他真实的身世 端华娜娜 倒也不不好 是我从小到大 听我娘说过无数次 听得太多了 没必要花这个银子来听她说吧 若论真敏 郡主的所有事 这赵老儿 哪有身为皇室公主的 她娘知道的清楚 苏蓉笑 那你陪我听 端华还能怎么办 又不能让赵老儿换一个 只能点头 好吧 赵老儿从真敏郡主出生时讲起 讲到他的一些趣事 似都是真实的 所以 就连端华听了都连点头 义父说的没错的表情 讲到真敏郡主成人 在科考放榜 三元吉地状元郎 打马游街时 对谢远一见倾心 之后 先皇社的穷陵宴上 二见倾情 太后本于赐婚 但先皇重用谢远 将其派到了江南 查四岩案 这一查 就查了一年多 待谢远回京 又逢朝中动荡 二人被赐婚的事 便耽搁了下来 这么一耽搁 二三年过去 没想到就出事 讲得分毫不差 端华小声跟苏龙说 我可真佩服真仪 同是郡主 她能写尽大梁的证事 我却估计 只能进野史 苏龙拖着下巴扎他心 能进野史 没准都是你最大 的本事了 凤铃点头附和 郡主太多了 千百年后 兴许野史上 都没你的名字 端 华不服气 肯定会有的 她抓了一把瓜子 狠狠地嗑 周顾将来应该能 在史书上留下名字吧 我的名字 一定跟她搁在一起 正是没有我的份 但野史上 肯定会被人说 我喜欢她 苏龙 凤铃 这倒是也有可能 端华见二人 哑口无言 顿时得意地 哼了一声 刚要再说什么 忽然疑 勒一声 楼上的包房里 是不是周顾今儿也在 我好像看到她了 她的眼睛 这些年都被盯着周顾 给练出来了 只要周顾在的地方 她就没个发现不了的 苏龙顺住端华的视线 看向左侧楼上 从这个角度看 那楼上包厢的门关注 帘子拉着 什么也看不见 她收回视线 也抓了一把瓜子开克 你看错了吧 不可能 端华疼得站起身 我去找她 她转身欲走 又问苏龙 我找她 你没意见吧 没 只管去苏龙摆手 端华整了整一百 顺着楼梯往上去了 第217章故意 端华没看错 楼上的包厢里 的确坐着周顾 除了周顾 还有苏行泽 苏龙知道苏行泽一早就出府了 约了周顾去疏寺 他与凤林慢悠悠出府时 他早已出府了大半个时辰了 苏行泽本来想与周顾 疏远逐歇 毕竟苏龙退婚后 不想再与周顾多有牵扯 他若与周顾走得太近 难免二人再多有牵扯 但那日苏龙三更后回来 跟他说 让他进来多陪陪周顾 他只能答应了下来 自然不能再疏远了 于是 昨儿晚 他派人去护国公府 询问周顾 进而可有空 陪他去书四挑书 周顾自然有空 应了下来 所以 一大早 二人按照约定的时间上了街 不曾想 要去的书四 今儿不知因何原因关了门 二人一商量 便去了就近的茶楼听书 因来的早 顶住人家刚开门时进来 就算没提前预定 也有地方 周顾往回都做大堂 喜欢热闹 但如今心情不好 喜欢清静 便选了一间包房 寻常酒楼茶楼 一般都是包房抢手 但搁在一品乡赵老儿 说书这一日 大堂才是最抢手的地方 谁都想离赵老儿近些 听得清楚 二人进来后 帘子一直拉着 房门关着 所以 并不知道今儿端华 也在一品乡定了位置 且喊了苏蓉一起 当听赵老儿今儿说的是 真名郡主时 二人对看一眼 都起起皱眉 周顾尘下脸 被一旁吩咐 紫叶 你去找掌柜的盘问 为何今儿说的是真名郡主 是什么人让说这个的 掌柜的不交代 你就去赌赵飞 他若不说 你就将他送去给瑞安王 你牵扯清平公主 被刺杀案提审赵飞 是赵老儿的儿子 也是京中最大的茶商 这一品乡茶楼的东甲 紫叶英氏 立即去了 二人不再说话 安静地听着楼下赵老儿说 真名郡主 满堂宾客偶尔悄悄说话 周顾尔多间 中途忽然听见 有人提到他的名字 他挑开帘子 往下看去 直一眼 便看到那个距离赵老儿 最近的特殊座位上 坐了端华 苏荣等人 他顿时一愣 也就是这一愣的功夫 让端华眼见地发现了他 他下帘子后 敏纯对苏行则道 苏荣也在苏行则 也愣了 陆毅 七妹昨没说 今儿要来一品乡听书 若是知道他要来 他一定不会跟周顾 一起来一品乡 周顾垂下眼睛 低声说 苏大哥自从你来进赶考 一直对我颇有疏远 不住痕迹的疏远 如今却又主动约我 与我走近 是因为苏荣让你陪陪我吗 苏行则沉默 周顾实在是太聪明了 让他无言以对 周顾问他 你觉得 对于苏荣 我能放下吗 苏行则看住他 能的吧 毕竟你们认识也没多久 周顾 扯动嘴角 似乎想笑一下 但笑不出来 琴声说 我不知该怪谁 本来该怪我祖父 是他非逼我去江宁郡 给未婚妻贺吉吉利 我是不乐意去的 或许也该怪子业 他说新出的邮寄上 写了江宁郡很好 可以趁机出京去玩一趟 我还没出过那么远的门 一听便来了兴致 很乐意地去了 也许也该怪我自己 明明离开江宁郡时 问过苏荣 他说不急 我心里虽然不得进耳 但却没多问便离开了 也许还要怪谢灵 他明明知道在我离开当天 苏荣兴许是出了什么事 但却再见到我时 故意瞒下 不告诉我 我便跟个傻子一样 什么也不知道 还很愤怒 他突然跟我退婚 苏行则听着 他一连提了几个人 却没提一句怪苏荣的话 低声问 不怪妻妹吗 周顾摇头 怪他做什么 若非逼不得已 谁乐意被人杀 我祖父说得对 无论是护国功夫 还是我 对于难处 都伸不尽手去 帮不到他 除非一直将他留在大梁 但留在大梁 如今的护国功夫 便能全然地护住他吗 他奉效 不可能的 尚有陛下呢 苏行则彻底沉默下来 苏荣说得对 周顾心里什么都清楚 什么都明白 他的确不需要人权 他只需要跟人说说话 而他就是这个合适的人选 他对别人不能说的话 在他面前 自是可以说的 东东两声敲门声响 周顾抬起头 苏行则转身看去 若是紫叶回来 不必扣门 他以为是小伙计来送茶水 便起身 走过去打开了房门 入眼处 竟然是端华站在门口 苏行则疑惑地询问 郡主 端华直接说 我找周顾 苏行则见指他一个人 犹豫了一下 测开身子 周顾在里面听得清楚 若是往日 他早将端华挡在门外 或见他来了 自己立刻翻窗就走了 但如今 他面无表情地看住端华进来 心里却想着 他倒是狠行 谁能想到 前不久还对着他发疯 口口声声 要对苏荣喊打喊杀的人 不过短短时间 见了苏荣后 便跟他好成一个人了 哥在以前 若有人跟他说 端华将来跟苏荣能够交好 他一准持之以鼻 端华没想到这回 会这么顺利地见到周顾 而且 他不对他黑脸 也不躲他了 他一时还有些不适应 直到走到近前 见周顾还是坐在那里没动 他才找到了几分真实感 他盯着周顾 发现他还是那么好看 于是 便坐下身 拖着下巴 看住他 心想着 一定要趁他 竟然没赶他躲开他之前 看得够本 把这些年没看够的 都给看回来 苏荣则知道 周顾以前多讨厌端华 如今见了人 也是一脸的面无表情 他便出声询问 郡主要喝茶吗 端华摇头 不喝酥 行 则又问 郡主吃糕点吗 不吃 苏行则见端华手里 抓了一把瓜子 又建议 那郡主嗑瓜子 哎呀 你怎么这么多话 端华不满 你别说话 我就是想看看他 苏行则沉默地闭了嘴 其实他也不想多话 但这二人 一个面无表情 一个直勾勾地盯着 另一个人看 他若不说点什么 总觉得这气氛太僵硬 包房内无人在说话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周顾不躲不避 端华看住他 若往日他早恼了 如今也不恼 整个人从面上到内心 都很是麻木 任他随便看 端华看了周顾足足有一刻 才撇撇嘴 评价了一句 无趣周 顾不躲他了 让他随便瞧 他反而提不起兴致了 人就是这么奇怪 喜欢一个人 喜欢到钻扭脚尖 发疯起来 可以不管不顾 连命都能不要 但突然有一天 身边来了一个人 他说天下男人那么多 哪怕将来他嫁的那个 不是最好看的 又有什么关系 合适就行 那无所谓的态度 让端华似乎一下子 打破了一些固执的东西 就如牢牢锁着的链子 一下子崩开了 发现这话好像挺对 端华如今就是这个心态 发现他也没有那种 非周顾不可了 但喜欢还是喜欢的 就是不会再为了他发疯了 他评价完 见周顾依旧面无表情 他也不走 开始捏了桌子上的糕点吃 一块糕点下肚 他忽然说 喂 周顾 你如今都跟苏龙退婚了 我还是喜欢你的 要不你试着喜欢我吧 周顾毫不犹豫地拒绝 不喜欢不想试 端华不满 我哪里不好了 我就是脾气差了点 但若是你喜欢我 我肯定不会对你发脾气的 我以前对你发脾气 那都是因为你不喜欢我 躲着我 见了我没好脸色 我才生气的 周顾依旧面无表情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脾气好坏 与我都没关系 端华一噎 又差点气得摔茶斩 但他如今脾气没那么暴躁了 喂 苏龙潜移默化影响地 宁可气死别人 也不气住自己 便没好气地冷哼 故意道 你喜欢苏龙又有什么用 他又不喜欢你 不想嫁你 你还不知道吧 他喜欢叶龟雪 就是难处叶相府的二公子 还特意警告我 别跟他抢呢 他嘟囔 难处那么远 鬼才会跟他抢 他倒是说了 让 我随便抢你 周顾一瞬间黑了脸 第218章来接 端华剑终于扎到了周顾的心 顿时很解气 他那些年从他身上受了多少气 如今似乎终于找回了场子 他一下子扬眉吐气 我可没骗你 这可是他亲口说的 所以 你不如喜欢我 至少咱们俩门当互对 我也没有家去难处的打算 周顾黑住脸不说话 端华又说 你刚刚挑开帘子时 看到挨住他坐着的那个小女孩了吧 你应该还没见过 他就是夜归雪的小侄女 夜秋莹 苏蓉很喜欢他 虽然他的确是可爱些 但也没可爱到 非让我拐回家玩的地步 毕竟一个小孩子 能有多好玩 都是苏蓉 他想创造跟夜归雪牵扯的机会 才怂恿我拐了他的小侄女 他说着 伸手挑开帘子 让周顾看 你看 他还给那小丫头包瓜子吃呢 这还不是看在夜归雪的面子上 周顾本不想看 但眼睛不受控制 顺着端华挑开的帘子 看到了苏蓉果真在包瓜子 自己吃一个 给夜秋莹地嘴里一个 而夜秋莹也是讨喜的小丫头 也用小手包瓜子 学着苏蓉的模样 自己吃一个 为苏蓉一个 周顾觉得碍眼得很 但他却一不开视线 端华看住周顾这个模样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哼了一声 啪的放下帘子 故意问他 你说 以苏蓉的本事 他能不能勾上夜归雪 嫁去南楚夜相辅 周顾恼怒 你说够了没有 端华见他 终于不再是对他面无表情了 灿然一笑 没说够 你不爱听啊 但也没办法 谁让我说的就是事实呢 真是半点儿都没作假 他故意说 我今儿在出发时 也让人传话给夜归雪了 到了时辰 他便会来一品香茶楼 看看他小侄女 在公主府呆的习惯不习惯 好不好 也好让他放心 其实是为了给他和苏蓉 创造见面的机会 周顾冷笑 你倒是 好心 殊不知 他根本就不用吗 端华啊 雷一声 他为什么不用 周顾想骂他一句傻子 说是与苏蓉交好 但其实苏蓉的事 他是全然不知 显然苏蓉不会告诉他 他都被蒙在鼓里 以苏蓉的聪明劲 若是想哄住一个人 手到擒来 端看他乐不乐意 哄了苏蓉 显然是哄住了端华 摸清楚了他的性子 才短短时间投了他的脾性 但即便这样 他对比端华 如今还不如他 周顾瞬间 没了计较的心思 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走了 端华哼了一声 站起身 没好气 走走走 不喜欢我 你就打一辈子 光棍吧 没人会嫁你 他说完 转身走了 房门关上 包房内没了端华 一下子又安静下来 周顾心想 打一辈子光棍吗 他不知道 但若是不娶苏蓉 他真不知该娶谁 似乎也没谁 再让他想娶了 苏行则一直把自己当盆栽 端华离开后 他这株盆栽 似乎才变回了活人 他倾咳一声 对周顾道 你别听端华郡主的 他是故意在气你 周顾看住苏行则 他是故意在气我 但字字句句 未必不是实话 苏行则顿时不知该说什么了 端华下了楼 坐回座位上 刻意增强存在感 等着苏龙问他见了 周顾都说了什么 为什么待这么久 但他等了好一会儿 都没等到苏龙问他 他顿时忍不了了 捅捅他胳膊 你怎么不问我 问你什么 苏龙转头看了他一眼 问我跟周顾说了什么 苏龙笑 有什么好问的 我与他已退婚了 再没关系了 端华翻白眼 那你就没有点好奇心 行吧 苏龙又抓了一把瓜子 那你说说 端华贴近他耳边 一阵嘀嘀咕咕 将在包房里 与周顾都说了什么 到豆子时的 噼里啪啦一顿道 道完了之后 得意地问苏龙 我是不是很厉害 气死他 苏龙 他没忍住 伸手狠狠地捏了 他脸上一块软肉 敷衍道 是 你厉害 端华撕了一声 瞪眼 做什么下手这么重 你是替周顾拧我吗 苏龙收回手 故意扎他的心 周顾可不想碰你的脸 端华气 你浑蛋 好好好 我浑蛋苏龙 把自己的脸凑近给他 那你拧回来吧 端华没拧他的脸 恨恨地对住他腰拧了一下 把苏龙拧得直吸气 他才罢手 嘟呢 别以为我傻 你敢说你刚刚不是为了 苏龙一把 捂住他的嘴 小声哄他 我帮你包瓜子吃吧 好不好 端华将话吞了回去 满意地哼哼 好 苏龙松开手 给他一颗颗的包瓜子 他手法很纤脆 不大一会儿 就包满了一把 都塞进端华手里 吃吧 端华直接张开嘴 全部扔进嘴里 塞帮子吃得鼓鼓的 苏龙瞧住他 竟然有几分可爱 不由笑了 端华也心情很好 不再说话 听赵老儿继续说书 已说到了真敏郡主 和亲大卫 半日的时间一晃而过 赵老儿拍了金塘木 画了句号 端华站起身 走吧 苏龙牵着夜秋莹的手 与凤铃一起 四人出了一瓶香茶楼 茶楼门口 停着不少马匹马车 其中有一辆马车很普通 不太显眼 但车帘子挑起 露出一个不普通的人 和一张不普通的脸 端华心想 还真来了 立刻拽住苏龙 叶二公子 看到了吗 走 咱们过去苏龙没想到 端华跟周顾说的话 是真的 还真给他 约了夜归雪 他点点头 对住那辆马车 走了过去 小叔叔叶秋莹 很开心地打招呼 叶归雪 伸手探出车厢外 笑着摸了摸叶秋莹的头 然后对苏龙 端华 奉林道 这里人多 我就不下车见里了 苏七小姐 端华郡主 奉公子 我在瑰宝斋定了位置 一起去用午餐 端华一愣 心想着 这夜归雪 言谈话语 也太自然了吧 好像他们跟他认识了多久似的 他转头怀疑地看向苏龙 苏龙十分痛快地点头 好 第219张榜人 苏龙一把夹起夜秋莹 直接上了夜归雪的马车 端华愕然地看住苏龙 对他问 那我和凤林呢 苏龙将夜秋莹放好 文言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们也上来啊 归雪的马车坐得下的 端华 这是坐得下的问题吗 这不是不熟的人 怎么能够这么不客气的问题吗 苏龙见端华站住不动 以为他不乐意跟人挤 便说 要不你去坐你的车 让车夫赶着车在后面跟住 端华狠狠瞪了苏龙 一眼 不要 将手递给他 你拉我上去 苏龙伸手将他拉上马车 凤林往车内瞅了一眼 这车虽然外表桥珠不显眼 但车厢里面空间大 再坐一个他确实也装得下 他便也跳上了马车 跟叶龟雪笑嘻嘻地打招呼 叶二公子 您还没见过我吧 我叫凤林 是我子子的贴心弟弟 贴心弟弟等于晋身护卫 没毛病 叶龟雪微笑 凤公子 我知道 车帘落下 车夫赶着马车前往瑰宝斋 周固与苏行则从一品香茶楼出来 便瞧见了苏龙等人 上叶龟雪马车的一幕 以及马车赶走 他抿住嘴角 站在原地 就那么看住 苏行则没想到端华说的是真的 他真的传了话 而叶龟雪也真的来接了他 看了周固一眼 伸手拍拍他肩膀 周固收回视线 转身往回走 又进了一品香茶楼 苏大哥 咱们回去苏行则一正 已经散场了 正因为散场了 才能问得清楚 周 顾说这话 人已经走了进去 苏行则差点望望 立刻跟住他 又进了一品香茶楼 茶楼内 人已走空 只与掌柜的和伙计们待在楼内 而护国公府的护卫 已拦住了要从后门离开的赵老儿 周固穿过前堂 直接来到茶楼的后院 果然见赵老儿 因为被护国公府的护卫拦住 一张脸发白 而紫叶已让人绑了赵飞 正在对赵老儿目住脸说话 赵老儿 你儿子说他不知道 今日之事 是你自己的主意 你若是不说 在下可不管这个 直接将你儿子送去给瑞安王 以牵扯清平公主被刺杀案 提审他赵 飞已吓破了胆 白着脸连声说 爹啊 爹 您别害儿子啊 您上回不是说了 今儿要说前朝公主的 也是奇闻吗 怎么倒说起了真名郡主 你怎么突然改主意了 您倒是说句话啊 难道真让儿子进大理寺天牢 那天牢里因为清平公主被刺杀案 都死过人了 儿子可不想去送死啊 赵老儿白住脸道 我也不知 是何人 昨儿有一个黑衣蒙面人 突然闯入我的房间 让我今日说真名郡主 若我敢不说 就杀了我儿子 子叶皱眉 你说的可是实话 赵老儿连声道 小明不敢说假话 那人什么药儿 可有什么特征 子叶追问 赵老儿回忆到 黑衣蒙面 从头裹到脚 只露一双眼睛 手里拿了一把剑 其余的 其余的再没有了 子叶不可能就这么放过 他 你早年 除了写画本子 还以作画为生过 你现在就将那人画出来 赵老儿连连点头 好好 你们先放了 我儿子 子叶绷着脸 只要你画出那人 说的都是实话 自会放了你儿子 但你若是有半思虚假 他说到这里 正看到周固与苏行则来到 他指住画 公子 苏大公子 周固点点头 扫了一眼赵老儿和赵飞 对赵老儿问 上半场说到真名郡主 葬身大位 下半场该说真名郡主什么 赵老儿看见周固 听他这么问 脸瞬间更白了 不敢隐瞒 当即小声说 说真名郡主如何假死 落身江宁郡 生有一女 名曰苏荣 周固眯起眼睛 转头看苏行则 苏行则脸色也变了 苏荣的身份 虽然早晚都会被人所知 但却不是如今 从这个说书人的口说出 传遍茶楼九四街头巷尾 更何况 如今还不是他真正恢复身份的时候 但有人既然要让他 以这种方式 被人众所周知 那么 岂不是很快就会闹大 闹出京城 传遍后梁 传到大卫去 周固一摆手 带走 把他们父子俩 都带回护国公府 做话也去护国公府做 紫叶英氏 赵飞立刻喊 周四公子 你不能强行强绑百姓啊 周固当没听见 对苏行则邀请 苏大哥 你也一起去我府中吧 苏行则点头 于是两人又出了一瓶香茶楼 紫叶带着人绑了赵老儿父子 回往护国公府 叶龟雪的马车上 叶秋莹也在跟叶龟雪说这事 小叔叔 今儿茶楼听书 赵老儿讲的是真敏郡主的传奇故事 叶龟雪 一正看向苏荣 但话语却是对叶秋莹问的 怎么讲的是这个 叶秋莹摇头 郡主子子说了 上回说好 本来今儿要讲 前朝公主的野史来住 但不知为什么改了 端华也在不满 是啊 不知道赵老儿是怎么回事 今儿若是我自己来听 花了那么多银子 听一个从小听到大的故事 岂不是亏死了 一定会找茶楼退钱 苏荣笑 今儿若是你自己来听 也不见得就是亏了 还有下半场呢 那不都说完了吗 还有下半场 端华转头看向他 不是每日说书 都是说一日吗 你包包的座位 不是收一日的银子 不说下半场 怎么能算一日 苏荣反问 端华觉得有理 但他下半场说什么 真一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难道是按照上回说的 说前朝公主的野史 苏荣想说 那是你以为的结束了 其实没结束 因为真敏郡主没死 假此脱身了 还生了他 如何给人做妾 如今生了女儿 这就有的可说了 端华不明白这其中的弯弯绕 他催促 让车夫快点儿 咱们快点儿吃完 赶紧回去 看看下半场 是不是要说前朝公主的野史 我想听这个 凤林打破他的想法 御国有功的真敏郡主 是能被说书先生拿出来 肆无忌惮地说的吗 谁不知道 真敏郡主对于皇室来说 是个禁忌 连我都知道 这半日的说书 已经到头了 今儿再也没书可听了 端华一拍脑门 对 你说的对 若是我娘知道 说书先生如此口若悬河 在市井说真一 一定会恼火的 他立刻喊 停车 我要回府 车夫听得清楚 立刻将马车停下 端华对苏荣道 我回府去告诉我娘 让我娘查查赵老儿 是怎么回事 他都说 说好几年了 如今怎么这么大的胆子 敢说真一了 他嘟囔 我怎么就给忘了 早就该回去 告诉我娘这件事 苏荣说 你不告诉公主 公主也已经听闻了 那不行 我得回去 今儿的说书 我可全程听了 有些我不知道的事 都被那赵老儿 给说出来了 虽是小事 但这可不寻常 端华说着 下了马车 走了两步 想起叶秋莹 还住在公主府 便回声道 小秋莹先跟住你吧 我看她喜欢你 比喜欢我要多说完 她提着裙摆 上了后面自己的马车 吩咐车夫 快 回府 公主府的车夫 一挥马鞭 马车立刻掉头 回往公主府 走了一个人 车厢内 一下子有点安静 凤铃这才道 姐 我已派人去查了 但因为 她快速地看了 叶龟雪一眼 又看向苏蓉 苏蓉说 龟雪不是外人 说吧 凤铃点点头 不再顾忌 继续说 因为周小公子 已派了紫叶 带着人在查了 先一步拿了赵飞 我便让人们不必查了 毕竟大公子 与周小公子在一起 咱们到时候 从大公子嘴里 应该就能知道了 苏蓉点了一下头 问了一声 周顾就在楼上的包房 既然已经知道了 她的身份 便不可能让赵老儿 再继续说 今日的下半场 既被她撞到了 她自会出手 第二百二十张不讳 马车来到瑰宝斋 凤铃先跳下了马车 苏蓉随后 也跳下了马车 叶丘营睁大眼睛 看住苏蓉 似乎刚想说些什么 忽然想起身边的叶龟雪 顿时捂住了嘴 苏蓉被她的小模样 逗笑了 伸手往车内一抄 将她抱了下来 放到了地上 叶丘营红着小脸 乖乖道谢 谢谢苏妻子子 苏蓉捏捏她的脸 与其带了几分笑意 不必客气 叶龟雪寒笑下了马车 说了句走吧 一行四人进了龟宝阁 龟宝阁环境优雅 菜价极高 是京中顶级的私房菜馆 上午来这里 吃午饭的人不多 所以并不喧闹 进了包房 小伙计拿来菜单 叶龟雪自然递给苏蓉 苏蓉伸手接过 扫了一眼 点了两个菜 又递回给她 叶龟雪笑着 将菜单又递给凤玲 凤玲嘻嘻一笑 接过来 谢谢叶二公子 她也点了两个菜 又递回给叶龟雪 叶龟雪将菜单 放在叶丘营面前 叶丘营睁大眼睛 扒着菜单看了好一会儿 似乎很难选择 又递回叶龟雪 叶龟雪失笑 仔细看了一眼 跟小伙计说了四道菜 小伙计笑呵呵地寄了 走了下去 如今没了外人 叶龟雪低声询问苏蓉 打算何时启程去南楚 苏蓉回答她 帮太子打破如今的朝局 把大皇子和二皇子收拾了 让陛下不得不认识到 大梁唯有交到 宴回上的手里 才能国运昌龙 便去南楚 叶龟雪收起笑容 这怕是需要许久 嗯 是不够南楚王很急吗 苏蓉挑眉 叶龟雪摇头 倒也不急 就是王上身体 希望王女早些回去 大梁太子宴回生 即便没有你相助 也能得到她要的 不过是时间问题 但那样的话 她 兴许会耗费许久 损伤极大 苏蓉道 我生于大梁 长于大梁 还是希望大梁国泰民安 国富兵强 有一个明君主 江山设计大梁与大魏 早晚还是要打仗的 我不希望到时候 大梁又被内耗的国力虚弱 对大魏依旧如当年一样 无还手之力 夜归雪汗手 清探 但南楚朝中 势力纷杂 也不容乐观 耽搁得月酒 也怕夜长梦多 苏蓉说 你先回去 我多则半年 少则三两个月 便会启程去南楚 也不会太久 你让南楚王保重自己 别等不到我去 他自己先支撑不住了 夜归雪咳嗽一声 这话 苏蓉笑 怎么 我敢说 你不敢传 夜归雪摇头 倒也不是 他也笑了一下 王上若是见我指自己回去 没能接回你 一定很失望 他都忍了五年了 也不在乎 再多人几个月 苏蓉并不担心 再说 我早已答应了太子 彼此合作 他安稳后 也是我的助力 他与燕回生 如今联手 以求将来守望互助 大魏的欺辱之仇 燕回生肯定会报 而他也会替他娘 报当年被逼迫的 和亲之仇 小伙计端来茶点 二人指住话 小伙计下去之后 叶秋莹拽住 夜归雪衣秀问 小叔叔 我到时候 能跟苏七姐姐一起回家吗 夜归雪摇头 你要再大梁待许久 最少 一年 叶秋莹垮下小脸 苏蓉捏捏她的脸 一年而已 很快的 你不能跟住我走 我身边可是很危险的 她也不敢保证 跋涉万里 自己能十足十地护住一个 小孩子 叶秋莹点点头 乖巧地说 我离开家时 祖母跟我说了 让我听话 我会听话的 也不用太听话 待你小叔叔 和我都离开后 你若是在成国公府 住住不开心 就去公主府 找端华苏蓉 给她出主意 你是夜相府的长孙女 没人敢欺负你的 夜秋莹 乖乖的 嗡了一声 夜归雪道 我本来打算 在京中待一个月 等你料理完这边的事 接你离开 如今既然你没有 跟我一起走的打算 那一个月后 我就先回去 苏蓉点头 好 小伙计陆续续 端来饭菜 摆了满满一桌子 色香味俱全 十分诱人食欲 凤铃吃得最满足 吃饱后 放下筷子 对苏蓉建议 姐 可以先让咱们的人 跟住夜二公子走一部分 先去南楚 将店铺都开起来 总不能 咱们从大梁运营子过去 她说完后 问夜归雪 夜二公子 南楚国库封营吗 夜归雪摇头 不慎封营 我猜也是 南宫家把持南楚几十年 外戚干政 势力做大 结党银私 大肆敛财 不为国为民 怎么可能使得国库充足 凤铃又问 那夜家呢 夜归雪颇有些惭愧 夜家不学南宫家 自然没有金山银山 那南楚王思库呢 凤铃又问 夜归雪摇头 这个我倒不知了 但王上的思库 即便丰厚 也是有限凤铃懂了 看向苏蓉 姐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恩 对苏蓉赞赏的看了他一眼 你给风月传信 让他带着人 他顿了一下 询问夜归雪 约定个地方 我让我的人去那里等你 一个月后 你带他们去南楚 到了南楚后 除非受人撤走 施展不开 你再相助 若他们不被人欺负 不是难以为生 你便不必管他们 让他们自力更生就是了 夜归雪点头 答应下来 好 一顿饭吃完 该说的事情 你说的差不多 一行四人离开了瑰宝斋 夜归雪询问 要去别处转转 还是我送你们回去 苏蓉想了想 对夜归雪道 今儿听了半日书累了 先送我们回去 明儿出城外去玩如何 你我都没逛过大梁京城呢 一起出去转转 夜归雪微笑 好 四人上了马车 一路顺畅 来到神府 凤铃和苏蓉 跳下马车 苏蓉看住夜丘营询问 要跟我住一晚吗 夜丘营小大人一般认真思索 乐一下 摇头 乖乖道 苏七子子今儿累了 我就不打扰你了 改日再跟你来住 好 苏蓉笑着摆手 马车离开 苏蓉与凤铃进了神府 凤铃小声跟苏蓉说 主子 我发现叶二公子这人还挺不错的 待人有礼不说 还凡事都听你的 他带着亡命来的大量 男楚王应该是 给他下了死命 让他接回王女 但他在听闻了苏蓉的话后 没让他多费唇舌 便应允了自己先回去 行事前翠 懂得知人善解 还很有分寸感 实难得 苏蓉点头 他是男楚王为我培养的王夫 多年功夫 只为求我满意 自然是极好凤铃感慨 那他一定付出极多苏蓉 嗯 那一声 是吧 若不是付出极多 也仰不成在南楚军中动乱时 拿到十万兵马虎符的本事 失望成国公府的马车上 叶秋莹也在跟叶龟雪说苏蓉 小叔叔 苏七子子很喜欢你呢 叶龟雪转头看向他 笑问 何以看的 他对我很好对你 也没拿你当外人 叶秋莹小声说 而且 今儿那护国公府的周小公子 与他大哥都在楼上的包房内 连端华郡主都找去了那间 苏七姐姐却没找去 甚至连面都没见周小公子 连话都没去说一句 叶龟雪 眸光微动 点他额头 人小鬼大 叶秋莹无了一声 捂住额头 小叔叔 你是不是不应该自己提前离开 你走了 万一有人抢走他 他不去难处了怎么办 叶龟雪失效 不会的 叶秋莹嘟起嘴 真不会吗 他不像我见过的所有闺女一样 在你面前 扭捏造作的他这么好 您看得见 别人也看得见啊 叶龟雪肯定 他不会的